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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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首先就是要進入到神話的這個單元 那事實上神話這個單元 它不只是用一些神話色彩 或者是一些神話的元素 來受到作者的點染 那麼也就是說 作者不是只運用神話中的人的 或者是情節的靈界來進行點染的工作 他其實是乾脆把整個神話的架構 那麼挪接過來 而構成整部書的一個敘事的一個根基 那所以就這個層次來講 我們應該就要好好的來理解 《紅樓夢中》怎麼樣來運用神話 老實說我覺得這是讓我非常驚訝的地方 因為他把一個傳統被用到爛熟的神話 卻能夠這麼精準又全面的 讓他的整個的有機構成 全部都融入到他的作品當中 而且又不但運用 而且又再加以深意 就是說給他更深的意涵 那所以整個《紅樓夢》吸收了傳統的 這個神話資源 但是又反過來豐富他 深化他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一個層次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請各位看一下 我們剛剛發給大家的講義 如果還有缺的同學 我們前面還剩幾張 那你們可以我們對照著來參考 那這是第一頁 那麼這個單元要談的就是 《紅樓夢》的神話操演以及他的意涵 那他到底是怎麼運用 那當然我想各位讀過前五回 已經很清楚的知道 構成《紅樓夢》的那個神話系統 可以分為兩大支 那分別都是對那個他的重要作 重要角色的一個這個塑造所用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他的主角就是賈寶玉 他畢竟是整個小說的敘事中心 那我們就把他稱為石頭神話 事實上這個石頭神話並不是很精確 為什麼呢 他不是一般的石頭 好 那這個石頭所牽連的其他的神話元素 事實上是構成一個整體 但是我們這個等下面 再一步一步一個層次一個層次 去解析的時候再補充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石頭神話 其實就是女蛙古天的這個石頭神話 好 那這個女蛙古天的神話 在我們淵遠流長的文化傳統裡面 事實上從他的創造 一直到他歷代的被運用 已經被添加很多很多的那個文化的意涵 這個文化的意涵也同時被曹雪芹所吸收 好 那這中間的脈絡如何呢 各位請看一下我做了一個小小的整理 我讀過的一個研究文獻裡面 就是劉尚生先生他有提到 他覺得他覺得紅龍夢裡面呢 賈寶玉的前身的這顆石頭呢 不只是紅龍夢本身的這個世界裡面 的一個運用而已 他事實上同時包含著 自宋玉 司馬遷 董仲書 還有東方朔以來 所形成的一個士不玉的題材 好 那麼與書式心器極等 以補天時背棄來自癒的歷史悲憤 所以紅龍夢是突破他自己的一個小世界 他是跟整個過去的文化傳統連結 而擴大他的意涵 所以我常常覺得紅龍夢 真的很像一個百科全書 而且其實是一個顯微鏡 透過他讓我們看到很多 我們所不了解的中國文化的深厚 那這一段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就是中文系列同學就很了解 你們上過文學史就知道 宋玉為什麼跟士不玉題材發生關聯 他的哪一部重要著作開創了這個悲秋傳統 以及士不玉的題材 中文系的同學 我看了一下我們的選課單 才發現有很多大一新生 大一同學我很擔心你們 你們知道嗎 其實雖然你們已經快要20歲 可是真的差一年 那個理解力吸收力成熟度還是有差別 所以我有點擔心你們了 那總之那大二以上的不知道有誰啦 總之你們該知道 宋玉最重要的 在文選史上影響最大的作品之一 其實就是那個九變 好 這個九變呢 他開創了中國的悲秋的傳統 就是對於季節中的秋天 那麼以悲這樣的一個負面情緒來加以反應 好 這個說實在不是我們人類以生 居然就會有的喔 例如樂觀的人看到秋天想到的是什麼 比如說你們很幸福啊 覺得秋天來了是不是覺得就是金黃色的 然後收穫的季節對不對 好 飽滿的沉重 那個實實在在的 是可以收割的季節 這是樂觀人的心態對不對 但是很微妙從宋玉開始 他對秋天的那個情緒反應 確實走向一個負面 而這個很微妙的 也從此就影響到後來的文人們 怎麼樣在四季流轉當中 給予不同的對應 所以基本上這是宋玉很大的影響 那但是就是在這個九變裡面 他創造了或者是塑成了一個悲秋的那個意涵 那麼為什麼構成悲秋的具體因素之一 就是是不欲 因為他窮愁潦倒 因為他孤獨無有 又因為什麼什麼 所以構成悲秋的這個整體內涵 那這個悲秋的整體內涵之一 就是是不欲 因為是在古代 你寒窗不只十年 你唯一的人生的價值的標定 以及自我實踐的那個準則 其實就是要做官嘛 因為那是你唯一實踐自我 不管是個人的價值 還是俗世理想的價值都只有唯一的一條路 所以你當你不欲的時候 幾乎就是對你整個人生的否定 所以這個在古人的那個書寫當中 都是反映最強烈的一個主要題材 而因此當這個宋玉 開創了這個是不欲題材之後 歷代就受到許許多多人的呼應跟延續 因為這是很多懷才不欲的人的共同遭遇 所以你會發現像司馬遷 司馬遷就寫過好像是敢誓不欲賦 就是誓不欲 那董仲書也有告訴你們 連陶淵明都有 好像也是卑誓不欲賦吧 反正就是誓不欲上面加個敢 或者是卑 總而言之這簡直呢 就是穿透了歷代 所有讀書人 幾乎是他們共同的一個心聲 而因此很容易發生共鳴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 你們就會發現這個題材可以說呢 是這個失憶老男人 最常寫的嘛 對不對 他失憶嘛 那有趣的是 劉上升先生他就注意到 這種誓不欲的題材還只是一般性的 他跟女娲補天到底怎麼樣連結在一起呢 各位來想想看 女娲補天的故事裡面 有沒有什麼跟不欲相關的啊 沒有嘛 原來女娲補天就只是說天塌了 傾斜了 所以呢 洪水氾濫有沒有 然後秩序混亂 於是大母神女娲就出來努力回天 然後呢 就補好了天 所以大帝是不是又恢復秩序 對不對 那當然他用的那個工具就是煉食補天嘛 只有這樣子啊 那這個到底為什麼會跟士不欲連結在一起呢 那就是因為神話呢 被後來的人來加以運用的時候呢 當然在抒情研製的需要底下 他會根據他的需要 再賦予他一些象徵意涵 那神話具有敘事的內容 敘事的內容的相關情節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加以變動 然後呢 去符合自己所要表達的需要 所以大概是從蘇世 其實我後來看到好像是唐代王為就有 不過那個資料我還沒有確認 所以不敢跟你們講 至少在蘇世新系集裡面 他們就已經非常明確了 以補天時背棄 然後呢 來跟士不欲連結 原因是因為補天本來只是一個神話 對於過去那麼地球變遷的若干的一個解釋 好 那麼但是到了人文事件裡面來的時候呢 我們會用人文的需要來賦予他象徵 而補天剛剛好 他就可以跟儒家的祭世事業連結在一起 好 那儒家當然對於知識分子的最高期許 你是不是就是要經世記名 對不對 是一個在群體上面我們要熟視 然後呢 要改造這個世界讓他更好 那這就是儒家所寄託於知識分子的一種最高的期望 那知識分子在這樣一個莊嚴的偉大的 那麼要鞠躬盡脆死而後已的 這樣的一個使命之下 也往往以此作為自己人生的價值的最高的一個目標 好 那麼所以補天他就被賦予一個儒家的人文價值 也就是知識分子終極一生所能夠達到的最大的自我體現 那就是祭世的理想的實踐 於是在這個情況底下 能夠補天的那些石頭們是不是個個就自我實踐了對不對 好 他們已經達到了這樣的一個儒家的一個目標 所以他們就沒有這個不遇的問題 那讀書人他們就在這個故事裡面就增辱 就是增加滋生新的情節 就是那女蛙鏈的石頭裡面 會不會有一些是沒有被用上的啊 欸 這從我們一般人的經驗裡面 是不是都可以去揣摩 去設想的對不對 於是 欸 他們就開始想 欸 女蛙補天 也許並不是每顆石頭剛好都派上用場喔 可能有一些是不是就沒有用了嘛 因為這個世界已經改造完成了 那沒有用的東西是不是被丟到一邊 好 可是已經是被煉造的石頭 注意喔 被煉造的石頭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它甚至是紅樓夢裡面性靈思想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初步的一個體現 好 那以後再說 那麼就因為它是被煉造過的 是通了性靈了 你們有沒有發現喔 我們第一回來請大家看一下喔 就在那個第二頁 請各位注意喔 這個第二頁裡面就提到說 這顆石頭呢 請看第三行好不好 就這一頁的第三行最下面喔 只單單剩了一塊未用 就棄在此山輕梗風下 誰知此時至今鍛鍊之後 靈性已通 注意到了嗎 只有女蛙補天 那個石頭不管用與未用 它都是通靈的 它絕對不是一般你們路邊可以看到的石頭 那個石頭你踢它一百遍它也不會有反應 那只有這個通靈的石頭 它才知道我的價值在哪裡 以及我這個價值能不能實現 所造成的一個心理的巨大反應 所以它是通靈的石頭 那麼這個通靈的石頭居然又背棄 那不就跟懷財卻不育的文人 有那種命運相通的地方嗎 所以就在星系集蘇東坡他們的筆下 就把神話的情節多做了一點點增補 然後用那個增補來隱喻 來雙關那麼懷財不育的文人的遭遇 所以文人他們是可以說是最精華的一種心靈 對不對 他們可以抒情可以研製可以來泄露這個世界的奧妙 好 所以對他們來講 我不能參與這個補天事業 那當然就是一個莫大的人生的缺憾跟失落 所以他們才更加的進行創作 所謂的失窮而後攻 所以各位你們就可以發現 這個靈性已通的石頭 它見縱食俱得補天 獨自己無財不堪入選 所以就自怨自嘆日夜悲好慚愧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很明顯我們曹雪芹在一開始 為賈寶玉所設定的這個機靈的處境 事實上也有其淵遠流長的一個傳統 可以來借用 那個傳統當然就是首先 從這個勢不欲的寫作題材 最後這個勢不欲被具體的 跟神話所增補的情節連結在一起 那麼所以這邊講得很好 就用補天時背棄來自癒 而這已經是一個淵遠流長的歷史悲憤 所以曹雪芹也是在這個悲憤之中的 不要忘記 所以我們剛剛提醒大家 事實上他深深以自己一輩子窮頭潦倒 沒有辦法真正的在政治上面 實現這個濟世理想是深以為慚愧的 一定要記得這一點 我覺得我們現代人常常會用現在的價值觀 去理解古人 那這麼一來 你不能真心的碰觸到他們內心中 最深刻的那個痛處 因為對他們來講 他們努力了一輩子 就是為了要來展現自己的才華 而這個才華就是在今世紀明 如果在幻圖上面受挫 這幾乎是他們人生中最大的一個隱痛 你如果不能體會這一點 就不能夠真正理解他們的焦慮 以及他們最劇烈的疼痛是在什麼地方 對我們現在來講 誰要去今世紀明對不對 又累對不對 一個月薪水也沒多少 整天還要被媒體罵對不對 任何一個民眾都可以寫信來罵我 我又不能回嘴對不對 誰要做對不對 可是古代不是這樣 對我們現代人來講 有什麼關係 我財大機器碩士我去修車 也很開心對不對 我們這個時代的價值觀 真的跟過去已經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們有一個非常單一 而且是非常徹底的價值觀在支撐 這個支撐點如果一旦崩潰 某個意義來講就是人生徹底的自我否定 一定要從這個層次上面去理解他 所以我們的曹雪芹一開始就用一個 補天時背棄的一種淵遠流長的歷史悲憤 那麼賈寶玉的前身 你就要知道這裡面真的是一個 所謂的自愧而成所寫成的這一部書 那這一點就請大家注意一下 那最有趣的是在哪裡呢 我剛剛已經跟你們提醒過囉 原始神話裡面沒有增加這些情節 包括數字 包括所謂的用與不用的這個區隔 我們請大家看下面的這一段 遠古神話的傳說 就是重要的來源就是這幾條 好 也是大家耳熟能詳 我們請大家注意一下像那個淮男子藍明遜 然後像烈子的湯問篇 那這個呢 我們就都不詳細說你們自己看就好 但是我要提醒你們的一段一個重點 就是女娲用來補天煉造而成的石頭 它有什麼樣外觀上面的特徵 我們一般都忽略掉這一點喔 尤其在那個烈子湯問篇裡面是不是有提到 好 請看一下喔 席者女娲是煉五色食以補其缺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這個石頭請大家注意喔 絕對不是一般的石頭而已 它其實呢是五色食 那我第一次注意到這一點的時候呢 其實真的是非常的震驚喔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點點滴滴耳濡目染 我們所想像的賈寶玉的前身的那顆石頭 好像都是被附於什麼天然有沒有 對不對 它是天然的 它是真 所謂的天真的 好 非常帥真的 然後所以這就好像變成了 喚醒入世之後的賈寶玉的一個重要人格特徵 對不對 我們都是這樣講 那林黛玉是不是他的靈魂知己 所以這兩個人好像都是以所謂的天然啊 那麼以所謂的本真天然跟本真 作為他們人格最重要最主要的特徵 甚至被我們的讀者跟研究者 抬高為是整部小說 所要彰顯的最高人性價值 聽得懂這個差別吧 就是說它不只是一個人格特質 它還被當作是一個人格價值 好 它被視為是好的價值的同時 是不是相對的 也就貶低跟他們不一樣的人格特質 所以薛寶塞首當其衝嘛 就被視為虛偽嘛 對不對 然後就被貶低嘛 然後就很多的謾罵就投到他身上 那他也只有默默忍受嘛 對不對 他是古代版的林志玲 對不對 好 總而言之在開玩笑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我後來發現到很多點點滴滴的細節之後呢 開始留了疑惑 那我把我疑惑的一個推演過程跟 我得到的一個解釋跟你們分享一下 首先請你們注意 這個已經是女娲煉造過的石頭 不是很原始很素樸的那個天然的狀態 它是什麼呢 有沒有注意到 煉造過之後 它第一個是不是靈性已通 對不對 這我們剛剛提到過 就是說它的內在層面是靈性已通 那我用簡單的話來說就是通靈 好 它是通靈 好 那第二個呢 就它的外型來講 它外在表現出來的事實上呢 也是石頭裡面最美的一種 是不是就是所謂的五色 好 那麼所以我們把這兩個特質加在一起 我們所得到的這一顆保育的前身的這顆丸石 恐怕就不是如我們原先所以為的那樣 首先你看通靈的石頭 再加上外型又很漂亮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兩個條件一加起來 它簡直就跟我們平常在人文世界裡面 一直被追求的某一種很珍貴的東西 是不是就完全等同了 你們知道嗎 一對耳環用冰種翡翠做出來 可以價值千萬 好 這是過去幾年 我們透過新聞看到的資訊 好 那個是我們都不可能碰觸到的 翡翠是什麼 玉石啊 就是玉啊 對不對 所以我就是赫然體會到說 原來這一顆被棄而不用的石頭 它絕不天然 它根本就已經被鍛造過了 它還會悲毫慚愧 你們知道嗎 悲毫慚愧 因為這是一個人文的一個反應 它心生而聞名嘛 然後呢 心生而嚴厲 這是那個文心雕龍所說的 他說只有心 你有心靈 然後呢 你才能夠呢 說話 然後呢 能夠說話 嚴厲而聞名 好 應該是這樣子 你會說話 然後才會進行文學創作 然後你才能夠有種種的抒發 你才能夠表達自己 你懂得運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把自己體現出來 好啦 各位你們就知道了 所以原來女娲的煉食補貼 根本上就是給了石頭一顆心 知道嗎 而且這顆心呢 所以說它是通靈 所以它有喜怒哀樂的感受 它有情緒的波動 它有種種的靈敏的 對這個世界的反應 它怎麼會是原始天然的石頭呢 其次 你看喔 它外在又是五色石 所以又非常的漂亮 而美麗的東西在大自然界 本身不是一個價值 美麗的東西會產生價值 成為人們爭竹的對象 只有到哪個範疇裡面才會發生 當然是人的世界 所以我很喜歡舉一個例子 我們台大校園是不是有很多 那個河灌麻露 就大笨鳥 你們把它叫大笨鳥 我替它趕到暴躯 它也不笨啦 它很可愛嘛 不就在草地裡面有沒有 就是在跟那 我還見過有一隻 它在草地裡面密食 然後跟一隻蚯蚓在拔河 好可愛 好 我要說的就是 我問你們 在文學院的草地上 你覺得河灌麻露會對一隻蚯蚓感興趣 還是會對那一對冰種翡翠耳環感興趣呢 很明顯嘛 他根本對冰種翡翠完全沒興趣嘛 你又不能吃 他又不能幫助我活下去對不對 那會覺得那個 一眼看到冰種翡翠 然後大家一起去搶的 甚至打起來的 是不是只有一群人對不對 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真的對於那一種所謂美麗的東西 賦予它價值而產生追逐 乃至於產生競爭比較 乃至於一些惡劣的手段的 其實都只有人 好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要提醒一件事情 當這個內在通靈 而外在又有五色之美的這個石頭 它事實上呢就根本等於就是玉 好 它就是玉 所以呢 很多的那個《紅樓夢》的讀者會理解為說 石頭是保玉前身表示它天然 然後本真的那個階段 等到它呢進入到人世裡面來 就是一個慾望的一個刺激 然後呢成為一個動力 把它推到人間來 所以要到什麼富貴場溫柔鄉去受想 所以把賈寶玉的慾 就把它諧音等同為慾望的慾 這個是王國維首開其說 後來影響很大 但是呢我的想法有一點不一樣 我覺得始終賈寶玉從前身到 這個喚醒入世的當下 它根本上都是一個東西 它就是玉 但是呢這個玉很特別 我們為了要強調它的完整性 我把它叫做玉石 怎麼說呢 你們都知道玉本身也就是也可以通靈 對不對 有很多玉的那個通靈的傳說 例如說它會保護它的主人 有沒有發生車禍啦什麼的時候 你的玉斷掉了或破了 可是人卻完好如初等等 那這一類的故事呢都告訴我們說 玉的你們知道玉本身的定義 也是石之美者嘛 石頭裡面最漂亮的就叫做玉嘛 所以呢玉本身它也是一個天然的東西 它本身呢也是一個不是人造的產物 但是它不幸的是這個玉石呢 來注意一下喔 這個在這個神界的這個石頭 賈寶玉的先生 他事實上就已經是玉石的狀態 他通靈然後又外型又很美 那來到人世之後呢 很不幸的是跟自然界不一樣 我剛剛舉的例子是要提醒大家 同樣這個玉石在神界 就好像這在無欲無求的大自然界一樣 萬物平等 所以大家都有同樣的價值 他們的一套運作規則呢 跟人世的那一種這個充滿了獲利 獲利就是財物或者是金錢這種數字 所能夠這個決定的那些東西 是在大的自然界是不會產生的 所以呢同樣的這顆玉石 它在神界它就是那種自由自在 它是不是又去灌溉降豬仙草對不對 然後呢充滿了平等的那種心情 然後呢有它的逍遙 那當然逍遙久了就覺得很無聊 所以就進擊私動就要來到人間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呢很不幸的是這顆玉石 當它又進入到人間之後不要忘記喔 它是不是就進入到人的世界 人的世界是不是就開始 你要你爭我搶啦對不對 欸 賈寶玉長得也很漂亮沒錯吧 然後出生是不是又是貴公子對不對 那好多的人是不是就覺得 欸 只要贏得他的心 嫁入豪門就有機會對不對 那《紅樓墓》裡面 確實有很多這樣的女子啊 我要說的就是 寶玉的本質始終沒有變 好 它在女娲戀造之下 它已經是新生而嚴厲 嚴厲而文明 它就是一個有靈性的一個存在形態 那這個存在形態後來只是 幻化人形來到人間 但是人間畢竟已經是一套 不同的運作標準 所以它就會面臨到很多的是非 很多的爭奪 還有很多的這個虛偽造假 這個都跟它自己本身的存在狀態無關 而是它所在的這個世界的不同 所引起的 這樣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就此呢 我要提醒大家喔 那個賈寶玉的前身跟金釋 我認為始終是一貫的 而沒有所謂的從自然到文明 然後從什麼本真到什麼虛偽 或者是由無欲無求到慾望 主宰的這樣的變化 我個人是認為沒有 好 那這個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畢竟《紅樓夢》啊 本來就是很豐富喔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讀 也都有它的道理的書 加上古人也早就說啦 師無打鼓對不對 沒有任何解釋是絕對唯一正確的 所以我提供我的想法給你們做參考 好 那認識到這一點之後呢 我們還要請各位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在第一回第二頁這邊 有沒有發現我們曹雪芹 又賦予女娲補天這個神話 一些新增的細節 所以我跟你們說過細節裡面有魔鬼 好 那這些細節都要注意 首先你看一下喔 我們的曹雪芹是不是給了 這個女娲所煉的石頭 一個很具體的尺寸 好 這個是原始神話裡面沒有的 那麼你看是高精12丈 方精24丈 有沒有 然後甚至告訴你 他總共煉造了幾顆 是36501顆 有沒有 這些具體的數字當然都有玄機 我們在這邊做一點補充 因為這個將來都會遇到 請注意高精12丈的這個12的數字 從辛勤以來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數字 他有很豐富的象徵意涵 那麼跟我們《紅樓夢》有關的部分呢 就是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在仙勤時代 這個朱子的天文學加上人文學 給了他一個象徵意涵呢 就是他被視為天之大數 就是他就是最大的數量就是12 那當然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象徵意涵呢 那當然因為不要忘記古人觀察 我們的這個世界運行的種種現象 是不是至少區分出12個月 一天有幾個時程 不要變成一個時間的單位對不對 天文運作就是跟時間的這個進展有關嘛 那一天幾個時程 12個時程 然後很多的這個對於這個世界運作法則的理解 都是奠基在12的這個數字上 包括一年除了12個月之外 是不是還有24節氣 對不對 那這個都是12的倍數 所以他就是代表天之大數就是最大的一個數字 他最能夠含瓜最多的內含的意思 好 除此之外 好 這是他的第一個含義 第二個含義呢 在紅樓木裡面 他運用這個天之大數的一個特定的 一個用法是什麼呢 那就是請你們注意 知彥在又是知彼有說 知彼有說紅樓木裡面呢 凡是這個12呢 都是對照12金差而言 好 所以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紅樓木裡面是不是有 從太屈幻境的那個博命司裡面的那個布冊 好 就是命運預告 那他的歸屬是不是都是正冊覆冊 又覆冊 又又覆冊 可是每一冊都是幾個女子的人生預告 是不是都是12 所以叫12金差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12呢 當然一方面就是說 我這部紅樓木我要描述的是 形形色色許許多多的女性 好 那希望能夠把各種各樣女性的美好 跟她們各種不同的悲劇 我都能夠充分的 完整的把她們呈現出來 所以我們說它是一部女性悲劇交響曲 那除此之外呢 它裡面的12 好 那麼都是照應到這個12金差 那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在跟紅樓木裡面呢 所涉及到的這些重要的女子們 都息息相關 好 那所以這裡的這個石頭 它高金十二丈就很明顯 一方面是在說明這顆石頭 它也歷經日月運作之後的天地精華 有沒有 要經過那個日月流轉 然後一年又一年的那樣子的一個鍛造 然後才能夠通靈 當然加上女娲的賦予 然後你們看一下它的方金24丈 有沒有 這某個意義來講可以對應到24節系 那當然也是12金差的倍 12的倍數 另外這樣的石頭總共有36501塊 這個我要請各位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36501塊它故意有個01 當然是為了寶玉的機靈的處境而設計 就是只有它沒用 這樣的感覺是不是更孤獨更悲慘 如果跟你一樣被丟的有12個 大家互相取暖 你的失敗好像也沒那麼了不起對不對 人就是這樣嘛 就是只有你一個人失敗 只有你倒霉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你真的是最悲慘的人 可是跟你一樣的人比較多的時候 彷彿得到了撫慰 然後就減輕了心中的那一種自我的失敗感 那所以這一刻就是要把寶玉的處境極端化 讓他的那個這個某個意義 就是讓他的那個失敗感 他的慚愧更加深 那麼所以讓他獨一無二的去承擔 這樣的一個失敗的這個命運 那麼另外那個36500 我想各位都知道 這個36500 你們一看到這個數字就立刻聯想到什麼 365對不對 對 沒有問題 所以就是你看都是天文數字 12個月啦 24節系啦 365天啦 那于平博先生也是一個紅龍夢的大學者 一個大師 他也是這樣談到的 那這個完全沒有問題 可是我要多說一句話多做一個補充 我認為36500的一塊並不是365而已 好 並不是365天而已 不要忘記他畢竟是36500 所以36500是365的幾倍 你們的數學還可以吧 好 是幾倍 當然是100倍 換言之36500其實就是百年的意思 而百年在紅龍夢這一部家族小說中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數字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 戎寧二宮不是說嗎 我們家走到了幾年就運數要合中啦 百年 百年基本上就是中國傳統認定的一個 所謂的那個他們認定這個世間有許許多多的存在體 存在體有的是朝代 有的是個人 有的是整個的歷史 他們會認為每一個存在體都有他生命的侷限 好 那越大的存在體他的侷限當然就越長 但是他一定會毀滅 所以有500年一個斷線 然後30年一個斷線 然後也有所謂的百年的這個斷線 那所以這個我們等到講到末世的時候再說 所以這個百年基本上也是回應 寶玉所處的是一個假家的末世的一個局面 好 這已經家族走了百年 好 那這個是簡單先提到一下 好 於是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我們另外再做補充 百年除了是家族的這個命運的底線之外 是不是也是人獸的極限對不對 人的生命是不是用百年來作為一個蓋稱 我百年之後如何如何 所以總而言之我覺得36500的這個數字 其實不斷的在隱喻的都是跟終結有關 就是都要結束的 不管是家族或個人 那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個末世的晚歌 好 那麼我們補充完這一點之後 我們請各位回到這個講義的部分 那麼這個遠古神話在他最原初的狀態 如何的被後來的文人根據他們的需要 被賦予是不欲的題材來自癒 乃至於被紅肉夢更加擴大到 他所關心 所眷戀 也悲婉的 那些眾多美好的女性 這個叫十二金蟬 那你若可想而知 這中間的一個不斷擴張的過程 那我們現在再來往下看 你會發現除了這個遠古神話跟歷代的文人 那麼對這個神話的一個改寫 然後以及所增添的人文意涵之外 我們對於這個女蛙古天的神話運用 也不能忽略曹雪芹自身的家學淵源 那麼請看一下 我們現在大概都同意 曹雪芹的祖父就是曹寅 那曹寅他當那個江明之召的時候 他跟那個康熙的關係非常好 康熙的幾次南巡就是由他來接駕 所以他們真的是有機會跟皇帝接觸 親眼目睹內家風範的人 懂嗎 而這個是別的一般的貴族 根本恐怕也不見得有這個機會 更不用講是一般的潦倒文人 那於是這個曹寅他除了在家族當中 大概是登峰造極的一個祖先之外 曹寅本身也有非常高度的那個人文素養 他的那個詩詞造詣很高 所以他的作品的一個集子 你們可以看到後面有提到 是不是叫煉廷集 有沒有 那麼煉廷集裡面有詩操也有詞操 他寫詩也寫詞 而他的作品在當代都也有很高的評價 所以他絕對是一個非常夠格的一個文人 此外 曹寅還很厲害 對不起 曹寅還很厲害 他在康熙的委託之下 跟一批碩學鴻爐共同主持 全唐師的堪科工作 你們知道全唐師是我們現在要了解 唐師是不是很重要的一個資料庫 那這就是在曹寅以及其他的那些 相關的這個學者們共同主持的 你就知道說這個曹寅非常不容易 真的是非常保學多聞 那麼我必須說也因為主持這個工作 或者是互為因果 總之曹家收藏了很多海內 非常好的唐代詩集的課本 那些資料在後來的隨賀德查超那個曹家之後 你們知道曹家是在雍正五年的時候被查超 很多東西都充公 但是在那一批那個查超的清單裡面 不包含這些書籍 所以學者合理推論就是曹寅學鴻在很小的時候 多少經歷過他們曹家最巔峰的那個繁華歲月 但是很快的這個幻滅之後 起碼在家徒四壁的情況底下 他還保有非常非常多很珍貴的那個詩詞作品 尤其是唐師最多 因為這一批東西都是曹寅當初 在主持這個全唐師的一個編轉 堪科的這個工作所用到的 那由於曹寅他自己又非常豐雅 那眼界也非常的好 所以他所收藏的那些版本 他常常都是最好的一個這個版本 所以這些的五行當中都變成曹雪芹 他在寫作《紅樓夢》的時候 那麼所謂的文思之傲服 那麼都是用來不斷的參與他的創造 提升他的詩跡 他小說寫得常常就如詩如畫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覺得《紅樓夢》 跟別的小說不大一樣 他好多散文式的敘事的描述 給人家的感覺都好像那個 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那樣 那事實上就是受到這些詩歌的一個影響 然後滲透到他的筆端 所以你會發現《紅樓夢》的抒情性非常高 那所以呢 這個都跟他這個家律院員有關 那曹寅呢 在《女娲捕天》的這個神話運用上面 有沒有跟《紅樓夢》運用相似的地方呢 有學者朱淡文先生 他在《紅樓夢》研究裡面 就提出這個說法 這個是可以成立的 他就提到說 曹寅的這個《戀庭集》裡面 就有好幾首詩是跟這個石頭有關 而且甚至就是跟女娲的石頭有關 首先請看第一首 因為這你們恐怕以前從來沒有見過 我們還是簡單看一下 他說我有千里遊 愛此一片石 所以愛到徘徊不能去一直坐看時間流逝 到參圓鵝像戲 就是一直看到天晚了 那不得不回家了 所以你看他對於石頭之愛 那真的已經是愛石成僻這樣的一個地步 那我舉這個例子 是要跟你們補充一件事情 就是說除了曹寅他本身呢 有所謂對於石頭的那個愛好 已經到了這個丹蜜的一種僻性之外 請注意曹雪芹在他 曹雪芹在他親友的回憶錄當中 提到他的時候有幾個重要的特點 其中之一也是說曹雪芹很喜歡石頭 蒐集石頭就是怪石 騎石 這是他蒐集的範圍 所以他們本來就很喜歡石頭 在石頭裡面感覺到一種很特殊的 文人意涵跟一種精神意韻 所以祖孫兩個人都有共同的愛好 其次呢 那麼第二首叫烏暇石歌 就是我要提醒你們的 這個愛石已經不只是普通的文人愛好 不是喜歡盆景 喜歡插花這一類的而已 不是 他們在石頭當中看出一些 跟他們的命運可以互相共鳴呼應的地方 那這就是烏暇石 各位你們看一下這個烏暇石的描寫似成相似 他說烏暇石有寫藍 有沒有注意到這個藍 藍是什麼意思 斑藍 不就是五色石嗎 好 再來 周老囊中細一片 壯如猛士剖魚竿 請注意下面這一句 窩黃采煉 古所夷啊 又是煉食不得用以補天的一個機靈的廢棄物 同樣是這樣子的一個廢棄的遭遇 然後注意 蓮角磨龍用不得 注意 用不得這三個字 就是無用之物啦 背棄無用 那這個無用都跟釋不玉有關囉 好啦 下面就是說 哎呀 這個石頭已經好久了 獲宜白地前皇帝後 那麼梨堆貪倒玉壘欽 那個梨堆跟玉壘都是四川 那個烏暇附近的重要名聖 都是地理啦 就是玉壘山 那梨堆 這個 所以總之他的意思就是說 好久好久 久到過去可能這些山水 都還不存在的時候他就已經在了 恐怕他也會永恆持續到 那山崩地裂的時候 然後說 風許日暴幾千載 漩渦聚墨之所成 所以你看他也受到日月精華的一個鍛造 請注意 活乃不生口翹那靈氣 仍曾骨相搖光際 所以他可以納靈氣 然後可以搖光際 所以要注意這都只是跟 就跟他的外型的五色是互相呼應的 可是問題是在於他又無用啊 皆災時玩而曠 那麼利刃不發行 細衝不學不舉種 意思就是也不能拿來聰明 也不能拿來磨刀 反正都是一個沒有用的東西 所以牙光何堪日一番 注意最後一句 暴山氣意圖重重 所以是不是抱著山在那邊哭 感傷自己的無用 然後深深的自愧 甚至深深的自責 所以這裡的抱著山在哭泣 有沒有注意到 也就是我們紅龍夢一開始 賈寶玉全身的自怨自嘆悲好慚愧 對吧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們紅龍夢所用的這個女蛙 戀食而氣一顆未用的這些情況 老實說好像跟曹寅所幻設出來的 一個世不欲的圖景 也可以互通緩起 所以他們彼此之間 可能也是有一種血脈相通的 一個繼承關係 但是我想這些都是外源的因素 我們最後一分鐘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就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這個女蛙補貼的神話 基本上都是外源的 從遠古神話到他的祖父曹寅 這些都是跟創作有關 但是不等於曹雪芹的創作內容 所以我們真正要了解 紅龍夢到底怎麼樣用女蛙補貼 我們還是得要回歸到文本 然後進行一個 從他的整體來著眼跟入手的一個分析 那所以我們真正這個單元 最重要的是第三個第三項就是石頭神話的意義 那到底怎麼樣被曹雪芹運用 這個運用過程當中如何豐富深刻化 然後給了他什麼樣的象徵意涵 而以至於可以幫助我們 對這些角色跟情節那麼進行理解 有關我們這個紅龍夢的參考書單 我已經整理出來 那我不知道說你們是不是要現在 先插入做一個簡介 還是我們就還是繼續上這個 紅龍夢的這個神話專題 那這一份書單你們放心 我會把它放到SABA上 好 我們的課程有SABA你們知道嗎 所以你們 我們有修課的同學 你們只要登入其實就可以看到這個資料 但是我想有一些東西 還是要跟你們做一點簡單的說明 所以我們就用個10分鐘 來談這個好了好不好 好 那這樣你們會比較清楚 首先就是我們這個小說的版本 用的是更成本 這個我們以前第一堂課的時候講過 但是我後來發現 有一些同學有一點混亂 所以我還是簡單做一個介紹 那麼就是在那個文本的部分呢 我們一般都分為所謂的那個資本 或是叫做資品本也可以 這就是以有知厭齋的評點的那個版本 所以它的特點呢 就是當然就是有批語啦 這個不用講了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它一定是那個手抄本 因為它是在少數親友之間 那麼彼此傳閱 然後所形成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它一定是產本 根本沒有寫完 這個是那個資品本的共同特色 那麼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 它可以有分所謂的假虛本 那假虛本我們跟各位提醒一下 以下我們所說的帶有年份的這種版本 都不是當年度寫下來的那個版本 聽清楚 假虛本並不是假虛那一年 抄錄出來的那個小說的版本 而是叫做過錄本 好 過錄本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在 它是根據假虛那一年的版本 在抄錄的 這個叫過錄本 這樣聽得懂嗎 那原則上只要抄的人很小心 很謹慎 很嚴格 那麼即便是過錄本 它應該跟原來的假虛本應該是一模一樣 這樣懂嗎 這是原則 好 每當我們上課了半天 你們考出來的奇怪怎麼都差這麼多 所以我們只能從原則上來推 因為原始的假虛本已經不見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所講到的那些 大概都叫做過錄本 那這個假虛本是那個胡適發現的 但是它非常少只有16回 所以幾乎是沒有辦法派上用場 那那個版本呢 之前中央研究院有把它做一個套色的影譯 所以我也有買到一本 但是目前據說已經絕版 那有另外的學術單位會再度發行 那我想這個版本是除了學術研究之外 你們應該是用不到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這個 我們只選幾個比較重要的版本 另外就是我們提到過這個根成本 那事實上它已經有78回 只缺63跟67吧 大概是這樣 好 所以我們大概說它是78回 所以是最好的 那麼在曹雪芹生前都寫 等於說寫出來的那個版本 當然不只這樣 它還有好多版本 什麼吉毛本 進場本 就是那個進場本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蒙府本 蒙古王府本 還有那個列場本 列就是列寧格勒的圖書館的場本 懂嗎 到俄國那邊去 反正就一堆 所以這個版本在這個比較考證 跟參教的那個情況 其實就是非常的重要 那反正你們大約有這個基本概念就好 那麼現在重點就在這裡 織品既然這麼的重要 那我們要到哪裡去找 才能夠很方便的運用到 枝燕災所提供的資訊呢 所以我們這個參考書裡面的 第一本就非常的重要 這個是在做紅樓夢研究 幾乎是不可或缺 那是自從像俞平博先生 也做過這個繪集 那後來像這個陳慶浩先生 他是留學那個法國的 那他也做了這個石頭祭 枝燕災品與吉教 這是目前我常用的 我覺得他比俞平博本可能更完善一點 那也吸收了一些在他那個時代 所能夠看到的最新的成果 那這個叫新編石頭祭之願 在品與吉教 那這個是聯金出版公司出的 當然目前事實上已經是絕版 但是他因應若干學者跟同學們的要求 終於在前兩年 他用一種很特殊的方式再版 那個叫做有一個特別的名詞 就是說他不是按照一般書籍的方式去再版 因為這樣一刷就會可能要五六百本 他們覺得這個銷路沒那麼好 那個褲藏會造成這個書籍的財務的負擔 這就是為什麼他絕版十幾年 他不肯再版的原因啦 那等我知道他絕版不肯再印的時候 其實我就非常的後悔 因為我覺得一本總是讓我沒有安全感 對不對 要像白居易有沒有 白居易的詩集他不是抄五本還四本 有沒有這邊藏一本那邊藏一本 所以我那時候才赫然發現 我買的那個版本的最後一本 是我的學生買去 你們知道嗎 後來我只好跟他哀求說 是不是請他轉賣給我 然後他死都不肯 不笑學生 好 總而言之那沒辦法啦 所以就一直等 等到十多年 終於他們覺得真的有心人很需要 所以他們就用一種就是比較簡陋的那一種 有點像影印交裝那樣的方式啦 所以現在到聯金應該是買得到的 但是因為量少價高 價就會高昂 所以他這樣一本 這樣厚厚一本 定價就一千多塊錢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沒有辦法啦 其實本來知識就是很昂貴的東西啦 那所以我只是跟同學們介紹說 如果你想要看資品 那這個版本大概都已經非常的完備 那但是如果你不是要做研究 你只是想了解紅樓夢 那麼我想你們跟著我們上課 我們隨時提點一些 他相關的重要的評語 那參考一下這樣就夠了 所以你們千萬不必一定要花錢去買 我們的所有的書單都是基於這個目的 只是讓你們知道說如果你有哪方面的需要 你可以看什麼書 而沒有規定你們一定要買的意思 這樣知道嗎 好 這個純粹只是一個資訊上的提供 我們上課不強 絕對沒有要用的 上課絕對用不到 這個是你們以後自修或研究 你就知道說有這樣的東西就好 另外呢 這個移速啊 移速其實是筆名喔 他事實上是兩個人 等一下 我要把這個講完 那資品本就是他的重要性跟他的問題 大概就在這裡 那但是呢 那麼隨著這個乾隆末期 那紅樓夢開始慢慢的流傳 那我們之前有提到過就是呢 那個所謂的程高系統 我們簡單還是完整的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程委員他是一個書商的老闆 那麼高二是你們非常熟悉的那個進士 然後那是所謂紅樓夢敘書者 但實際上是不是他續的 目前還有很多的爭議 那作為書店的老闆程委員很有眼光 他覺得這部書呢是很有價值去流傳 因為他實在太有魅力 太吸引人 但是你只有80回本 老實說很多的讀者就難以接受 這種未完成的狀態 那為了市場考量 他就跟高二兩個人合作 那麼就把後面的那個情節補完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這個所謂的一把二十回本 那他的這一個特質呢 剛好就跟這個織平本可以做一個對照 我就不寫了啦 我們的黑板有限 就第一個特點就是他當然沒有批語 因為一百二十回本大概有70多萬字 你在家批語這個簡直卷之浩帆 不利於這個市場流通 所以他們是把所有的織平全部都刪掉 他只有白文 白文的意思就是只有那個文本的文字 那他當然是那個排印本 因為排印的話他才能夠讓版面 那麼每一頁有更多的字 而且更清楚可以辨認可讀性高 所以他一定是排印本 絕對不是手抄 那他當然是全本 就是一百二十回本 好 這個是他的特點 那當然呢 他事實上也不是只有一個版本 我們將來 沒有將來啦 就是現在了 說完就算了 就是他基本上有兩個版本 一個第一次推出的時候 叫做我們把他叫做承甲本 那就是第一次的這個全本的一個形態 但是這個是乾隆57年 還是幾年的時候的秋天推出 等到第二年的春天不到半年 他們又不滿意 所以又重新做了一些更動 然後推出第二個版本 那麼那個就叫承儀本 就是甲跟儀是他的先後順序 那當然為什麼他又要再重新出第二個版本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前80回有一些東西 他們希望能夠改得更符合他們自己的需要 然後跟後四十回可以更一致 所以他又做了一個更動 這麼一來你們就可想而知 前80回被他們改動的是不是越來越多 所以這就是我跟你們提醒要讀紅樓夢 那麼如果他根據的是成家本 成一本的話呢 就會非常危險 因為你們知道小說人物如果有一兩個字的形容詞 做一些改譯 這個人的神情或者是人品可能就會不同 對不對 所以像這種地方就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會推薦你們 一定要用更成本做底本的那個小說的文本 我們都很歡迎 這個是為了你們閱讀上面的好處 好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 有關小說版本 你們基本上該知道的這個基本常識 好 那麼下面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有關這個紅樓夢的批評跟這個詮釋 事實上在紅樓夢之後就已經開始啟動 那麼最早的一批當然就是知焰哉們 好 就是那一群親友群 那麼但是在他們之後慢慢的 因為紅樓夢越來越多人喜愛 尤其是奇人 他們直接從裡面看到很多奇人文化的反應 有他們的共同經驗 好 那慢慢的也流傳到了這個漢文圈等等 所以一直到民國初年 我們就可以在許許多的地方 看到有關紅樓夢的這個批語跟評論 於是一訴 他是兩個人的合稱的筆名 那麼一位是叫做朱南顯 朱南顯先生 那麼他後來做紅樓夢的東西就比較少了 但是另外一位是那個周少良先生 他後來有關紅樓夢的研究 還是一直有在推出 那是這兩個人的合作 那合編為這個紅樓夢資料會編 那麼我們這裡所寫的紅樓夢卷 是台北的新聞風出版公司 直接給人家印過來 自己重新編的一個名字 但是實際上這本書呢 在那個中華書局 北京中華書局 是原始就是由他們所出版 那是上下瓶裝兩課 就叫做紅樓夢資料會編 那裡面的收羅也非常的完整 我覺得真的是勞苦功高 佳慧後人 因為有很多的有關紅樓夢的評語 我們是絕對看不到的 他是到處從各種科本啊 很冷僻的一些資料裡面 去一條一條收集出來 那一邊在手 你簡直大約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紅樓夢一直到民國初年呢 幾乎是九成以上的評論 你大概都可以找得到 好 那所以這一本 其實我覺得對於研究紅樓夢來講 也是不可或缺 那以我來講 不好意思 我在這邊還是要很務實地告訴你們 你們如果不做研究 事實上這當然也不必要 但是如果你願意收藏 我建議你們還是買中華書局的版本 因為他比較便宜 台灣版的真的很貴 那所以呢 這個大概只定價四十幾塊人民幣吧 那如果我們換算台幣 這個在你們在我們台大附近 有好多的那個大陸書 大概都可以找得到啦 好 那也可以說 就在這裡我寫到第三項 這個其實就是同一個版本 好 這個是同一個版本 事實上他很早啦 2004年這已經不知道再版多少次了 因為他實在是非常的重要 好 那麼另外呢 我們再來看幾個 其實還是有傳統評點的 這個是冯祺庸先生 他其實也是那個大陸的 非常知名的紅學家 那麼他做了一個整理 叫做八家評批紅樓夢 這個八家裡面呢 其實有很多都已經收在移塑所編的 那個紅樓夢資料會編裡面 那這八家就比較重要的 那個紅樓夢的評點家 包括什麼王熙蓮 張新芝 這些人物呢 我們將來可能大家都會 有機會看到他們的意見 有些意見非常精彩 那總而言之那這是一套三本很大 很大部頭的書 我們圖書館都有 你們可以去翻一翻了解一下他的狀況 那既然是八家評批紅樓夢 他的做法是一樣120回全本 然後就把八家的評語依序 在各個相關地方回前回末 或者是假批 沒批 他們就在相關的地方收錄他們的批語 所以他的會那麼大部頭的原因 是因為連文本都收進去 所以可以直接對照 這個是他的優點 那麼下面呢 我們所介紹的就是 比較是現代學者的研究啦 像那個李原書局 那麼收集或編傳的幾部呢 有關紅樓夢的論文集 那他不是有主題性的 但是他收集一些呢 當時他們認為比較重要的 有影響力的那個紅學的研究成果 那包括什麼呢 包括王國維啊 或者是余英時啊 周策縱啊等等 那麼就有兩本書 一本是紅樓夢藝術論 一本是曹雪芹與紅樓夢 好 那這裡面都有好多的單篇論文 有些真的是非常重要 有很好的研究成果 那你們可以到圖書館去翻翻看 因為全部都絕版 好 那余拼博他當然也是紅學的大師 他裡面有好多研究 真的非常的走在時代的前端 而且他對於小說文本的掌握 我認為比起其他的這個紅學論著來講 更加的具有全面的文本基礎 而且通常比較客觀 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 那他的這個論文集呢 以這個版本是蒐集最全的厚厚一大冊 好 後來我們在市面上 可以看到一些比較薄的 什麼余拼博論 紅樓夢 那其實已經不夠全 所以是上海古籍的 這個是把他的紅學成果蒐集最全備的 這個圖書館也有 那麼另外像蔣和森是比較早年 民國初年了啦的一位學者 那他是一個非常深情的學者 所以呢他所寫的這個紅樓夢論稿呢 你可以看到筆端都佔滿感情 那麼對人物都有非常深厚的感應 那甚至你感覺到呢 他可能一邊寫一邊流著眼淚 那文筆非常的好 那他這個寫作呢 也是我覺得比較客觀一點 那又很有深的感情 但是因為當然比較早年啦 所以他的那個學術規格 當然跟我們今天不一樣 不過我覺得還是有可以參考的地方 那2008年人民 就是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 又把他再版 所以這個市面上恐怕都還是找得到 那余英時先生呢 他所以是一個史學大師啦 事實上他很早也有有關紅樓夢的寫作 那麼就被蒐集成為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因為其中有一篇 大概是影響最大的單天的篇名 就叫做《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那裡面就講到那個大觀園跟太序幻境 大觀園的理想世界跟外面的現實世界 這個叫兩個世界的對立跟對照 那他的產術 大致上我覺得都滿有一些啟發性的 那裡面當然也有一些考證 包括說曹雪芹的親友 然後他們彼此之間的一些文學淵源等等 那個這個是余英時先生的長處 就是說他的考證功力 也可以在紅學裡面呈現出來 你們也可以裡面去看看 那梅西林先生的這一部 那個《紅樓夢的哲學精神》 我們上次已經介紹過了 那他是十幾年前的著作 那麼就在10年後2007年 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重新把他出版 那當然這個從物質上來講 他的印刷品質各方面都比10年前的那個要來得好 這個我想市面上可能都還是找得到的 另外宋奇就是你們很熟悉的啦 他的筆名叫林以亮 反而林以亮才是他的筆名 那他是那個張愛玲的好朋友 你們應該都知道嘛 張愛玲的那個遺囑基本上是由他來執行的 那他對《紅樓夢》也很有研究 而且我覺得很不錯 這個人他也很客觀 重肯 像他講習人就不會一副就是告密者 什麼什麼的那種姿態 反而能夠客觀 重肯的去看 大觀園裡面的那些女孩子們的世界 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講 他裡面對於大觀園的研究 對於習人或若干人物的探討 我也覺得有可觀之處 那2000年的時候 那北京的中國書店就把他的相關著作 就匯集成冊 就是宋奇的《紅學論集》 那麼主標題就是《紅樓夢事要》 那這個市面上當然已經找不到了 因為2000年到現在 所以你們有興趣可以到圖書館找一找 當然上述所講都是比較是主題式的 那麼不是聚焦在大家最感興趣的人物身上 那麼其他都是從那個全書的主題 主職 考據 或者是大觀園等等這些 那如果是就你們比較有興趣的 這個《紅樓夢》的人物而言呢 我想大概有幾本書你們可以參考一下了 那麼至於《紅樓夢》中是不是夾雜的大量詩詞 《韻語》對不對 經過統計有200多篇 而且他跟《西遊記》啊 《三國演藝》的引述詩詞是不一樣的 其他的那種長篇張回小說的引述詩詞 基本上跟文本的迅速是脫離的 他只是有點像史家一樣 突然插進來做一個評論 老實說他基本上會對文本的藝術全體 構成一種干擾 但是《紅樓夢》的詩詞曲覆完全不是 他根本是很有機的跟情節人物互相融合 成為一體 他是不能夠獨立出來的 所以就此而言《紅樓夢》簡直也是超越 所有其他的中國傳統小說 因此要怎麼樣正確的理解 《紅樓夢》裡面的詩詞曲覆 當然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這些書對大家還是有幫助的 當然你們對《紅樓夢》如果不熟 那讀這個東西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會眼花撩亂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給你們資訊的提供而已 等到你們將來有需要的時候 自己去翻一翻 適不適合你 有沒有對你產生幫助 那就由你們到時候自己去判斷 那麼下面這邊有兩本書 其實是一般性的 不是特別針對《紅樓夢》的 我是要提醒你們 《紅樓夢》畢竟是一部小說 那麼如果你有從小說的這個 專業的學術的一個研究入境 有這方面的一個訓練再去讀《紅樓夢》 你就會讀到一般讀者看不到的東西 因為真的你沒有被訓練的眼睛 你就分辨不出那些細微的差異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研究 要學習的原因 那麼這個弗斯特他事實上本身 就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小說家 他的名著就是《印度之旅》嘛 那他在那個英國大學裡面的 那個有關小說學的講座 就是講有關小說的那個專業知識 那麼後來這個演講稿就被匯集為 這個小說面面觀 那我真的覺得這本書深入潛出 然後他非常 我覺得精簡二要的表達出 我們對小說基本的一些重要的認識 我自己讀的時候是覺得獲益良多 那麼深刻的幫助我理解了《紅樓夢》的整體架構 以及相關人物的若干很深層的 某些不容易被察覺的面向 那這本書我真的覺得 凡是你對小說有興趣的人事實上 都應該要讀的 那他把小說的幾個構成分成七個面向 包括人物啦故事啊情節啊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喔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這邊 先簡單介紹其中幾個 因為這個在你們讀《紅樓夢》的時候 會很有幫助喔 雖然我用的是是不是 不過我已經決定要說 好 就是不讓你們決定了 因為這個很重要 所以希望你們先有這個基本概念 首先他當然是說 小說就是由散文所寫成的虛構的故事 所以他一定是故事 那所以他一定是講故事 所以你如果故事講得不好 那你當然就是一個失敗的作品 那可是呢故事跟情節又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就這個來說呢 各位同學你們可能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故事跟情節差不多嘛 我們通常是不是都混淆 然後互相可以替代 可以這樣使用 但真的是這樣嗎 我覺得非常有趣喔 弗斯特他分析得很清楚 他說故事其實就是按照一個時間的序列 即使是倒序也是一個時間的序列 按照這個時間序列的先後順序呢 把一個事情交代清楚 所以這是一個故事的基本定義 但情節就不是 情節固然也是在講故事 但是情節比故事多了一個東西 就是那些順著時間序列 所發生的事情之間 人物的行動之間 必須要有因果關係 好 那麼這麼一來 他所講述的才會是情節 而不只是故事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是 故事只要講得好聽 裡面不合邏輯荒謬的都可以對不對 只要能夠打動那個讀者 你們真的以為這個很容易嗎 不容易啊 你要講到 誒 讀者非常的感興趣 然後一直很想知道後面發生什麼事情 老實說你這個講故事的人就非常的成功 所以佛斯特用了一個短語來說明 故事講得成功與否的一個判斷標準 就是讀者會不斷的在心裡 甚至行諸於口舌 不斷的追問說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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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這個故事就成功了 了解嗎 那所以這麼一來 他說一個故事講得好不好 他所訴諸的是讀者的好奇心 只要你能夠滿足讀者的好奇心 讓他很想知道下面發生什麼事情 你這個故事就成功 但是呢 這樣的故事本身 會不會真的能夠在一個比較深 比較高的心靈層次或哲理層次 來對讀者產生發人深省的那一種 啟示意味呢 恐怕就未必見得 所以他這邊區分出情節來就是這樣子 因為人間的事情 真的都有他一脈相承的若干關聯 好 那好奇心是可以天馬行空 只要呢 讓我急於滿足好奇心 我可以不暇追究 你這個事件之階是不是有矛盾衝突 是不是有跳躍邏輯的問題對不對 好 等到你事後再去回想 我剛剛很好奇的那個故事聽完之後 雖然還津津有味 可是我發現裡面有很多的破綻 那那個故事它就是只停留在故事的層次 可是如果你聽完之後 你再去回想整個故事的敘述 你一直想到很多很多的東西 裡面隱含了若干 我那時候只是很想看完 可是想不到的東西 然後我透過對人性的理解 我透過一些其他的知識 然後透過我人生的疑惑 我慢慢挖掘到那個故事之間 原來傳達出某一種人性 很優微的必然反應 這就是因果關係 那麼這麼一來 你所講的故事就已經上升到情節這個層次 所以他說好的故事 那麼他不一定能夠到達情節這個要求 但是只要能夠到達情節這個要求 他就必然是深刻掌握到 人情事理的某些運作法則 這個當然作者的功力就要高得多 可是這麼一來 讀者要怎麼樣也能夠從看故事 滿足好奇心的層次 而提升到情節這個層次 你自己要能夠去分析 挖掘出這個東西 換句話說 讀者的重要性也要提高 雖然作者做到這個層次 可是我們讀者就是很初心 或者是只想要知道 哎呀林大儀跟賈寶儀後面 後來有沒有這個結婚快快樂樂生活在一起 你只是在滿足這個好奇心的話 那作者的苦心當然也就白費 所以弗斯特語重心長 他告訴讀者們說 你如果要把這個已經到情節層次的小說 讀到這個層次的話 你必須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你要有記憶力 所以他說一個上升到情節層次的這個小說 他的內涵要訴諸讀者的記憶 就是你對這個小說要很熟 否則很多細節你都搞不清楚 然後就僅憑著幾個段落 然後你就來以偏概全 你就來孤正隱異 然後你就開始自由發揮 那這樣子你當然就破壞這個小說 本身要提供給你的因果關係 所以讀者要讀得很熟 要記得很多東西 告訴你們這在《紅龍夢》裡面 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為《紅龍夢》實在太多細節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就是要有智慧 這好像更難了對不對 我們人好像要有智慧 真的是要很辛苦努力才能夠得到 所以要能夠讀到作者的情節設計 那麼我們讀者得要好好發揮記憶 跟你的人生智慧 好啦 這兩者當然都很難啊對不對 那記憶是你們很擅長 可是你們要付出時間 那至於智慧呢 可能就要有人生歷練對不對 要受到一些打擊 你要有重大的失落 你要領略到人生許多的無可奈何 然後你可能才看得出來 原來小說的這個部分是有這樣的東西 而且是有這個不是我們以前所以為的那樣 所以就因為如此 《紅龍夢》可以一讀再讀對不對 你中年讀會有不同的體會 你晚年讀又有不同的體會 就是因為你的人生智慧 一直也在與時俱進 原理上啦 有些人不是馬死圖長 那個我們就不講了啦 總而言之 所以就弗斯特來講 他所提供的小說的兩個面 面面觀 吃一個面裡面的兩個面 我希望同學要記得一件事情 我知道你們讀《紅龍夢》 最開始都是從故事這個層次進去 但是一定要要求自己 你要也要做一個有資格的讀者 那就是好好的記憶 好好的讀手 不要放過細節 同時人生智慧不是一蹴可蹟 但是不要忘記 我們也是要開放給這個小說作家 讓他來啟示我們的內心 貫注給我們他所體認的 那麼豐富優偽的智慧 那抱著這樣的謙遜的心 我們才能夠真正讀到 《紅龍夢》的深刻內涵 而不是自以為是的 把自己的成見去套那些情節人物 那就毫無意義 那這是那個我覺得 弗斯特實在是給我很大 啟發的這兩個說法 那我舉一個例子 再舉最後一個例子 來說明故事跟情節之間有什麼不同 弗斯特舉的例子也非常淺顯 他說呢 如果有一段敘述是說 國王死了 然後王后也死了 這樣的描述是在講故事還是在講情節 故事 它只是照時間先後順序 把那個事件表達出來 但是他說如果我們換成一個說法是 國王死了 王后也因此傷心而死 這個就是在講故事 這裡面就有更多的意味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你們可以區分 那麼另外第三個呢 小說面面觀的第三個呢 我覺得這是最有意思的啦 他說故事一定要有人物 沒有人物簡直不可能寫成小說 當然他會說像一所預言裡面沒有人 很多都是小動物 他說那當然也是人物啊 因為他已經被人格化了嘛 所以他一定要有人物 但是呢 弗斯特給我最大的啟發在哪裡呢 他告訴我們說 他發現人物有兩種 一種呢叫做扁平人物 一種呢就叫原型人物 那扁平人物的意思是什麼呢 他就是指說這個人物的出現啦 可以說用一個理念 用一個說法 你大概就可以把他所有的言語跟行為 就差不多可以蓋瓜了 那這種人物就叫扁平人物 我只寫英文 那下面這個是你們都知道啦 那麼但是原型人物就不一樣了 原型人物他是立體的 所以他會有陰影 而且他深不可測 他的生命是在字與頁面之間不斷的延伸 所以他有很多你看不到的部分 所以那個就叫原型人物 那我覺得我們在讀紅樓夢的時候 我最深的感慨是200多年來 我們在讀這本小說裡面 眾多精彩的人物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的讀者往往其實就把 紅樓夢裡面的人物把他扁平化有沒有 誰就是代表姓林 誰就是代表虛偽禮教 誰就是什麼什麼之類 結果一標籤化之後 他就扁平了就消逐勢履 有很多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人物是非常豐富的層次 就已經被嚴重的掩蓋 所以我在這邊只舉一個例子 來給你們參考一下 我想你們可能會非常吃驚 就是說假如說我們要用 明末以來到清代非常盛行的 在詩歌或者是在思想裡面 所被高度張揚出來的一個新的人性觀 就是所謂的性靈觀 好 性靈就是我們要突破虛偽 就是有什麼內心發出這種性靈觀 你們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們覺得紅樓夢裡面體現性靈觀 最鮮明也最淋漓盡致的人物是誰 我想你們都一定會說誰 那個沒有問題 不要怕 我覺得你們好像都很怕講錯 是誰 當然我們都會說是林黛玉 賈寶玉對不對 好 這是沒有問題 可是我必須跟你們說原不是如此 體現是一回事 但是把性靈的觀念闡述的最清晰 最完整 而且甚至給予一個價值觀的 一個明確的支持的 注意喔 剛剛體現是說 我就直接做給你看 但是我剛剛說的是在價值觀上面 從概念上把它論述的非常清晰 而且加以肯定的人 你們大概絕對猜不到 那個人是假正 好 是假正 那我就覺得這實在太有趣了 因為我們的紅學裡面 你們是不是常常聽到一個說法 就是假正這個人 為什麼叫假正 因為就是為了要諧音假正經 有沒有 然後就是為了要藉由他來抨擊 什麼傳統迂腐的 這種什麼儒家思想禮教之類的 這個已經是 真的是成槍爛調的一個常見的說法 但是我看到的真的不是這樣 而且是這幾年來不斷的重新去分析 去不斷的停下來 去想這個人物現在為什麼講這個話 他講這個話背後的一個信念是什麼 然後不斷的重新去翻找去建構 結果我發現 假正反而是紅龍夢裡面的 姓林說的最佳代言人 所以你不覺得這實在太有趣了嗎 由此可見紅龍夢裡面的人物 幾乎幾乎都是原型人物 他們都有很多層面是 就是你不能用一個單一的概念 或單一的一個形象就把它蓋瓜掉的 那所以我覺得我們在讀紅龍夢的時候 我也是非常希望你們一定要 抱持著一個開放的心態 不要老是把一個固定僵化的一個想法 或者是一個成見 然後就指導你去面對這個小說人物的形形色色 因為這樣一來你戴了有色眼鏡之後 就會把很多不是你成見中的那些內容 給排除在外 好 這個是我非常希望提醒你們注意的 當然在這裡插播三分鐘一定要告訴你們 那麼扁平人物就一定不好嗎 可以這樣判斷嗎 當然不可以 弗斯特說一部小說 假設說如果每一個人物都是原型的話 那麼這部小說可想而知 你們認為會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 當然是失敗的 因為每個人都在變的時候 這個小說就沒有一個穩定的主軸 那麼每一個人都變來變去的時候 這個小說其實是非常混亂 所以弗斯特他語重心長的另外一點就是說 所以一部好的小說他一定要有扁平人物 因為他作為一個穩定不變的參照戲 然後可以去襯托別的原型人物的 各式各樣的變化 當然這不能否認 一個小說的成功與否 事實上是直接決定於 他能不能塑造出好的原型人物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但是如果一個小說只有全部都是原型人物的話 那麼事實上他也還是失敗的 所以就此而言 注意我們對於這兩種人物 如果沒有絕對的褒貶 重點還是在於 這個小說家怎麼樣去塑造 怎麼樣去讓他們集體形成一個 很完美的附調 那總而言之 那麼我最後提醒你們 你們有沒有發現 《紅樓夢》裡面還是有扁平人物的 對不對 用一個信念 你就可以概述他所有的行為的出發點 或者是宗旨 或者是這個人存在於小說中的目的 那弗斯特他就舉一個英國小說的例子是說 某某篇裡面的那個管家 他雖然出現過很多次 可是你注意喔 不管他說什麼或做什麼 不管是要幫你開門 還是給你吃閉門羹 還是他出來講什麼話 你其實推敲之後都會發現 他所有的動機都只有一個 那就是我要保護我的主人 那你如果用這個都可以破解他所有的言行的話 那麼他就是一個扁平人物 那你們來想想看《紅樓夢》裡面 當然也有扁平人物啊 其實也不少嘛 那像你們可以猜到膠大算吧 膠大罪罵對不對 他算 因為他這不能怪他 因為只出現那麼一次 他要立體也很難 所以這也不公平 但是沒辦法 他就是扁平人物 那像那個出現在第80回的那個 很恐怖的女人 那個夏金貴 殘忍又潑辣有沒有 一個漢婦 那也滿扁平化的對不對 還有一個始終都在《紅樓夢》裡面 穿梭來穿梭去 而且他是到處放火 然後呢 引爆很多災難的一個罪魁禍首 我真的很努力的去推敲他 我怎麼樣都看不出他有優點 好 對 那個人就是趙姨娘 這個好像也是滿典型的扁平人物對不對 真的不是我刻意對他有承見 所以我想呢就是說 《紅樓夢》絕對有扁平人物 因為事實上這也是一個優秀的小說不可或缺 好啦 我們只花這一些時間 來跟你們介紹一下這個觀念 主要是要提醒你們 這個小說學呢 他提供給我們一些很重要的 可以說是一個閱讀小說的一個前置準備 然後讓我們知道說可以從什麼角度 去理解那個《紅樓夢》裡面的人物 那這是非常推薦你們去閱讀的 另外呢 這是那個Princeton的 一個非常傑出的漢學家 就是普安迪先生 那他在北大十多年前 曾經做過一個講座 一個系列演講 那這也是他的演講稿 就匯集成《中國敘事學》 那裡面呢就有一張專門就是在講《紅樓夢》 那其中呢就把他多年來研究中國長篇小說 包括《明代四大奇書》的心得 那麼就滿提甲竊領的 在這個演講裡面都有提供 所以我想這次普安迪先生大概也最容易讀 但是很容易能夠感受到他 研究成果所閃現出來的火花的 一部比較容易讀的作品 這個好像不曉得有沒有在再版 因為1996年的這個版本是已經絕版了 好 那這個呢 我們到時候會把它放到SABA上面 那各位就可以去參考 那這個書單呢 我們稍後會請助教把它放到SABA上 那我想藉由這個簡單的說明 你們可能就比較知道說 哪些書是你們現在可以用 或者是將來什麼時候需要的時候可以用 這個都給你們做參考 那麼我們現在就回到這個神話的這個單元 來請大家要配合一下 我們發給大家的講義 以及我們螢幕上面所做的補充 就是回到賈寶玉的這一個前身 那麼作者所為他量身打造的這個石頭神話 究竟有何意義 我們作者又是怎麼樣善用 從古老的神話一直不斷的被資辱 添加更多肢節與隱喻的 這個女娲補天的神話 他到底是怎麼樣 把他的各個構成要件都充分加以運用 加以這個融入到他的這個創作裡面來 所以我們根據女娲補天的構成要素 就分為三個重點 然後每一個重點你就可以發現環環相扣 而且淋漓盡致的被曹雪芹充分運用 然後甚至這個傾出於藍 那首先就是說請大家注意一下女娲補天 女娲補天這四個字裡面 事實上就是包含三個層次 是誰去補天 是女娲 那她做了什麼事情 做了什麼大事業 就是補天 OK 可是她用什麼來補天 石頭 那這三個層次全部呢都被很完善的 非常天衣無縫的 那麼整個交織在她的敘事架構 以及人物性格當中 所以完全人為一體 這次曹雪芹實在是非常令人讚嘆的才能 那麼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石頭神話的意義 剛剛分析出來 首先呢構成這個神話最重要的一個 力量的一個施用者 那麼也可以說是由她來擔當重整宇宙秩序 恢復人間的倫理 這樣的一個重責大任的人物 那就是女娲 她根本就是一個大母神 那這個大母神的含義呢 由西方神話學或者是那個宗教文化學 乃至於心理學其實都有很多的闡述 我們在這邊呢就沒有辦法多說 但是呢我先跟你們提醒一下 這位女娲呢在中國傳統神話當中 也是非常原始非常早期的一個 這個具有高度的創造性的人物 我們來看一下在古典文獻當中 她到底是怎麼樣被提出來的 首先你會發現呢 她有很重要的幾個相關的造型 那這個造型在最原初的這個 《傷海經》裡面並不那麼的鮮明 那這一點呢我思考過很多年 因為經過很多年的疑惑 然後慢慢去推銷 然後終於發現說 這裡面是大有玄機 那由於我沒有在別的相關論文研究裡面 看到這個說法 所以我就把它當作是我的獨傳之秘啦 來跟你們分享 首先呢 女娲她最早出現的就是在《傷海經》 那你們都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原始的一個 神話的一個留存 那麼在這個神話故事裡面呢 有提到女娲的事 注意喔在《大荒西經》裡面說 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常 然後呢化為神處立廣之也 橫道而處 好 那表面上她就只是在這裡點到女娲啦 那她也是間接提到的 主要的對象事實上是由女娲之所 跟她相關而產生的十個神 那你們來看一下這段話 我剛開始的時候非常疑惑 為什麼這十個神叫做女娲之常 為什麼 她為什麼不叫別的名字 而且是構成人體的 或者是構成生命體的某一個器官某一個部位 為什麼用這個來命名 那這個是我很早的時候就產生的一個疑惑 但是因為一直沒有看到神話學者 對這個提出說明 那她究竟又跟《紅樓夢》發生什麼關聯 那這些問題一直懸在心上 然後隨著不斷的研究的深入 然後我就發現到 或許可以進行以下的這個解讀 首先請你們注意一下 這個十個神 她為什麼叫做女娲之常 我們首先可以理解 注意原來大母神 她不只是創造人類 她也是所有其他神的創造者 這個才有資格作為大母神 也就是說她是包括天神與這個凡人 所有生命最初的來源 所以連天上的各式各樣的神 都是由她創造出來的 這就是透過這一段《傷海經》 大母神的給予 然後呢 所以就此而言 我們已經確定 女娲是個大母神 而這位大母神呢 我想我們下面 沒有做說明 我們在這邊做補充 基本上能夠承擔得起 大母神的這個功能跟地位的 基本上她們呢 可以有另外的其他的別稱 一個呢叫做太初之母 一個呢當然就叫做大帝之母 各位可以發現 這兩個名詞 當然都是對這一種 創造一切的大母神的最大的理在 然而她是從兩個不同的範疇 去呈現她的偉大 那麼太初之母 是英文是這麼說的 也就是說是在時間的演化中 最初的那個起源 連時間這種完全超越人類的 能夠理性理解的範疇的最初 都是由這位母神呢 所揭開時間演化的序幕 你就可想而知 我們生命就是在時間當中展現 沒有時間範疇生命是不可理解 所以就可想而知 這也是呢對大母神的一個 最神秘最奧妙的那種 創造力的一個概念式的說法 所以她是一個太初之母 而同時她又是空間性負載一切 那麼有最偉大的 承載力量的這樣的一個母神 所以你看叫大帝之母 所以生命又有另外一個來源 是從大帝而來 所以你們會發現呢 帝母的這個說法 當然已經是在各個民族的神話傳說裡面 都是最平凡可見的一個類型 那麼當然這個大母神 有在各個民族裡面有各式各樣的花生 有的人說是蓋亞對不對 那我們在這裡當然就可以看到女娲等等 所以從這兩個這個層次或這兩個範疇 我們就可以看到大母神很偉大的那一種規範性 然後呢這樣的大母神提供的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創造 當然就是繁衍 然後呢他提供溫暖 那麼也提供保護 這個大概呢就是神話學者 像坎博啊什麼啊 他們對於這個大母神的一個基本的定義 就是他有這樣的功能 創造繁衍 溫暖 保護 大概就相當這一些 那所以從這個他所提供的這些功能來講呢 我們當然也可以在紅樓夢裡面 當他吸收了這個母神的信仰之後 看他怎麼樣融住在相關人等的身上 那麼我們等到這個紅樓夢的層次的時候再說 我們先把這個神話的內涵 先做一個基本的認識 好 可是呢我們進一步要問的問題是 這十個神為什麼叫做女娲之常 當然是說明他是由女娲所創造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為什麼這個創造會跟常連在一起呢 那究竟他為什麼又要叫女娲之常呢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靖郭樸的柱 他有一個說法 我們開始把他對照起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叫做女娲之常 事實上背後有一個所謂的 連類比辟的一個連動式思考的一個引導 那麼郭樸是說啊 女娲是古神女兒遞者 各位要特別注意這件事情 她是古神女兒遞者 換句話說呢 這恐怕是一個非常早期的一個 所謂母系社會的一個神話產物 因為呢在母系社會裡面呢 對於兩性生殖還沒有概念 對他們而言 生命就是從直接從女性的肚腹裡面 那麼誕生出來的 所以女性的創造力當然呢 就在這個地方建立起來 那麼所以呢 你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這位古神女 那加上給她一個地 就可想而知 這種創造力讓她被先民們奉為最高的信仰 那麼她是所謂的守出玉世之神 這個是古代啊 對於女娲的一個讚美 守出玉世 一切都是從她所展開 那麼整個世界是由她所統領 包括天上人間 那這樣的大母神當然就是神女兒遞者 那各位想一想 一個女性的概念 她可以跟遞也就是權力的擁有者連上關係 這恐怕不會是父系社會的反應對不對 因為到了父系社會 擁有權力的大概就是男性中心的這個情況了 所以這我們說過 她應該是比父系社會更早的 那個母系社會的產物 所以女娲是一個非常早期的一個原始的一個神奇 好 然後呢 郭樸說 這位古神女兒遞者的女娲呢 她人面蛇身 一日中七十遍 其父化為此神 好 我們請大家看一下 我特別用黃色 把她標示出來對照一下 女娲之長 又跟其父化為此神 連帶一起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有一種 在位置上面相通的一個 邏輯推演的脈絡 就是說長這個器官是不是就是 就在腹部嘛 那胎兒是不是也是在腹部孕育 然後成形 然後最後呢誕生 所以這中間生殖就如此的跟腹部 乃至於就跟腸就發生了關聯 這是我剛開始注意到的他們之間的關係 但是更精細的一個闡述呢 我們等一下會再說 總而言之 我們下面要請各位注意到的幾件事情 就是說它是人面蛇身的造型 而且它一日中七十遍 那麼還有加上它的團土造人 這個我們以前都講過 我是不是可以再做一個補充 以造人來講呢 最初最初當然是團土 那麼非常精細的手工業 但是你們都知道手工業很慢對不對 所以到了漢代 女娲神話開始被做了一些增補跟改造 就是說那個神話內容是說 哎呀 女娲本來是團土造人 後來發現這個實在速度太慢 這個大地上人口太荒涼 所以它發展出一個新的方法 是不是就用那個什麼繩子 浸在泥水裡面 然後撈出來一甩 是不是數十滴數百滴的泥水滴 那每一個泥水滴是不是就變成一個一個的人 這樣叫做mass production 對不對 然後呢這樣人口繁衍就速度快得多了 對不對 瞬間大地就充滿了人類 那女娲就非常滿足嘛 然後可是人太多啦 這麼一來就會產生一些秩序上的問題 所以那個神話是說 早期團土所造的人 因為比較精緻 是女娲慢慢慢工出細活出來的 所以他們後來變成貴族 那麼大量生產的 因為粗字濫造 所以他們變成平民 你們就可想而知 這種神話應該是到了什麼階段 才產生出來的 當然是一定有階級觀的嘛 所以絕對不是很早期的那種氏族社會了 所以那個就很明顯是後來的神話 我們今天也不是要來談這個後面 增生的這個部分 只是我要提醒的就是說 為什麼是團土造人 我要提醒大家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當然就是最原始的一個狀態 那麼說明女娲賦予人類生命的 這一個重大的貢獻 那但是你們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他為什麼是用土來造人 這個很有趣喔 我想在這邊作為簡單的兩個補充 一個補充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聖經裡面講上帝造人 也是用塵跟土對不對 所以聖經裡面才會說 當人死了以後是不是塵歸塵 土歸土 他的意思原來是如此 所以很有趣原來人類的那個 對於生命的一個看法 有他不是事前協商過的若干意識上面的一致性 所以當他們在這個詮釋人類的來源的時候 就說都是神或者是母神或者是這個上帝 他們都是用泥土灰塵這樣的東西來造 我們人其實是這麼的 不管是脆弱或者是什麼都可以 可是那到底為什麼要用土 這是第二個問題 所以簡單說根據學者的研究 那像我們國內一位很傑出的學者 楊如斌老師他也有相關的論文 他們也是從那個神話學 從所謂的那個圓形觀念來探討 就有提出所謂的土圓形 其實就是被先民們 那麼賦予生命力的一個特殊的形態 就是他們認為泥土本身就是能夠創造出生命 果然如此嗎 植物是不是就依賴著土而生 沒有植物也不可能有其他的萬物 所以追本溯源 土本身它就是生命的來源 那我想這個是最簡單的說法 你們要是對這個土圓形裡面所蘊含的很豐富的 甚至是很深奧的若干思維 那麼你們可以去找相關的論文來讀 我們現在只能簡單介紹到這裡 好 那麼所以除了造人之外 我們剛剛在山海經裡面 早就也看到他是不是也創造神對不對 那麼所以我要提醒你們一件事情 所以很明顯造人跟造神還是不同的層次 那麼造人用的是女娲 那麼身屈形骸之外的土來創生 但是當他是造神跟他具有同樣的血緣 而具有世系關係的相關對象 他是不是就用他自己本身體內的 某一個器官來產生 我覺得當他在所謂創造這有神時任的時候 來自於女娲之常 基本上就有如基因保證一樣 確保他的神性 所以基本上你會發現 他造人跟造神用的是兩種不同的管道 這個你們可以看出他的區別 然而我要進一步要跟各位談的是 那為什麼他一日中七十變 這個一日中七十變有兩種意思 一個意思是說他一天變化出七十種形態 另外一個說法是 他一天中變化出七十種生物 你們覺得哪一種比較好 應該是第二種吧 因為第一種蠻奇怪 他又不是千變女郎又做表演 幹嘛一天變七十的形態幹什麼嘛 所以我在想應該這個一日中七十變 還是指變化出物 就是變化出各式各樣的東西出來 然而這樣的一個具有高度創造性 有繁衍能力的大墓神 那麼他為什麼是人面蛇身的造型 那這個又大有可以去探討的地方 首先我們先從他那個造型上面 打破了人跟動物的界線 然後異類結合的這種特殊形象 背後有沒有一個是原則性可以展現的意涵呢 我在這邊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俄國大概是最偉大的文論家 文學批評家 他就曾經提到過 對於這種所謂怪誕風格 這個怪誕其實是來自於15世紀 歐洲的某一個考古發現 然後透過羅馬的壁畫 所呈現出來的那一個奇特的造型 後來也衍生出歐洲藝術上面的某一種派別 就叫做怪誕派 所以這個怪誕不只是說怪異而已 他是指人 動物 植物 不同的肢體局部互相融合 所形成的那一種題材跟造型 這個叫怪誕 那麼所以巴赫丁或巴赫金 他對於這樣的一個現象 背後所隱含的一個思維 我覺得他做了很好的詮釋 我唸給你們聽 他說把人 動物 植物 各種成分 精巧的交織組合在一起 那麼巴赫丁認為 這種怪誕風格大膽打破了生命的界線 好 注意 所以生命是可以彼此流轉 可以彼此互相變化 你就可想而知生跟死 是不是就是不是一個截然而然的 一個禁忌了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怪誕風格 也打破了我們很常見的靜止感 原來生命不是一以貫之 生命是流動的 是無限變化的 當然就可以無限輪迴 所以死就不再是死 死是另外一個生命的開始 他只是換一個不同的造型 那於是整個自然界 你在這樣的怪誕風格當中 看到的就是無窮無盡 可以綿延不斷的生命力 所以請你們注意一下 因為這些形態形體可以互相轉化 彷彿彼此產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異類之間 可以有流動生發的這個過程 所以這麼一來 你會發現這個世界是不斷的在變化的 是往前推進的 那麼是生生不息的 所以某個意義來講 它體現了存在並不是一種現成性的 而是可以用一個形式向另外一個形式 不斷的向未來去轉化的 這樣一個快活的隨心所欲的異常的自由 所以生命是自由的 打破界線甚至打破生死之隔 然後看到生命之間 那麼高度的那種創發的力量 那所以我想我們先一般性的 對這樣的一個造型做這樣的解釋 然後我們要另外聚焦 那麼即便在這樣的一個人 動物跟植物 那麼各自融合在一起的現象 具有這樣子的一種對於生命很活潑 很多元 然後可以不斷生發 那麼源源不絕的一種生命的體現 可是為什麼它用的是蛇身 然後來跟人面配合 這又是為什麼 既然只要人跟動物 植物 都可以以這種融合來體現這樣的道理 那為什麼在我們的神話裡面 女娲的造型是選的都是蛇身 那這個有沒有別的意涵 那我想當然有 我們還是得要借助那個神話學 對於蛇的一個這個象徵意義 我們來作為一個簡單的說明 那也就是說蛇這種動物 跟各位說明一下 牠絕對不是像我們今天一樣 在鮮明的眼中是代表邪惡 絕對不是 事實上蛇很有意思的 對不起 我因為是萬物平等主義者 所以我們是裝子其物論的支持者 那要跟你們呼籲一下 你不要怕蛇 其實蛇還更怕你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說打草什麼 金蛇牠事實上很怕你 牠之所以會反擊 是因為牠以為牠受到攻擊 那人被攻擊的時候 當然也很自然的會反擊 這是一個很自然的反應 所以我們不要隨便用人類自己的感受 去污名化別的動物 那鮮明就不是這樣 鮮明牠就是發現蛇呢 或者是牠們看待蛇 是有完全不同的眼光 那到底蛇代表什麼含意呢 我們下面要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由於那些相關的說法非常多 你們可以到處都查得到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補充了 簡單說牠就是告訴我們 蛇其實注意一下 蛇牠有幾個重要的特點 第一個就是牠會褪皮 對不對 這個古人在日常生活中 就觀察得出來的 而蛇會褪皮 那麼看在先民們的眼中 牠彷彿死後復生 所以牠具有重生的力量 因為你們知道蛇在褪皮的時候 是不是不吃不動 那彷彿死了一般 那當那個這個疲憊退掉之後呢 牠又長大了 又更強壯了 然後彷彿是更新了一般 所以蛇的褪皮呢 就帶有很高度的重生的意義 其實我跟你們做一個小小的補充 因為這比較有趣 你們知道嗎 大概在先秦到漢代 在古人的墓葬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風俗 就是讓死者含著玉製的什麼昆蟲 讓牠含在嘴裡一起入獵 就是這個蟬 好 是這個蟬 那為什麼呢 這當然要富貴人家才有辦法 但是就可想而知 我們作為凡人 我們最大的恐懼就是死亡 但是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必然的命運 那怎麼樣去超越牠 這個就是用形形色色的方式 包括創造神話 包括在那個這個葬禮上面 我們做一些儀式的設計 那寄託我們超越死亡的期望 那為什麼用蟬 其實就因為蟬也是具有再生的功能 的這種象徵 因為你們知道蟬在樹上蟬卵之後 孵化出來的幼蟬是不是就順著樹幹 就進入到泥土裡面 而入土不就是死亡的意義嗎 可是你看那古人當然不知道 他們在泥土裡面生活了七年九年 他們只知道說 成蟬是不是後來也是從土裡面爬出來 然後也是一樣脫殼 所以對他們來講呢 這些過程是跳躍性的連結 他們只知道入了土之後還能出來 而且變化出另外一個更成熟的新生命 所以他們覺得呢 這種動物都具有再生的這個能力 所以蛇也一樣 牠有重生再生的這種力量 那當然都跟母神的創造力 跟對生命的延續 這種就會直接相關 但是請你們注意另外一件事情 事實上蛇牠是來自於水 那麼水的那個象徵意涵 那更是跟生命息息相關 不但科學早就證明這一點對不對 事實上科學證明我們地球的生物最早 最早是不是就是來自海洋嘛 那古人很微妙的他們也不知道透過 什麼樣神秘的連結讓他們動視到 這樣的一個神秘的現象 那麼加上說古人當然也觀察到了 就有如胎兒他們是在什麼樣的環境底下孕育 長大 是不是母親的子宮 然後子宮裡面是不是有羊水 那羊水的穩定保護安靜 那麼讓生命在裡面能夠完全自由的 只透過律動來存活 那你就可想而知 那就是生命的來源也跟水結合在一起 那羊水也是水 所以這些相關的 因為透過他們的某些類似性 然後就連結在一起 所以這個蛇又是跟水有關 那凡是跟水有關的其他生命體 同時也在神話的思維裡面 被賦予高度的生命創造的功能 想想看還有什麼是跟水連結在一起的 魚啊 魚就是啊 魚叫做水族啊 所以魚是喔 所以你們大概不知道 我這邊是好玩講給你們聽 像魚呢經由那個民國初年 非常優秀的一個學者兼詩人就是文藝多 文藝多先生也有一篇文章就是考證那個魚嘛 就古代文獻中的魚是什麼意思 結果被他考證出來 詩季裡面的魚啊 或者是有一些民歌裡面的魚 他其實就是跟生殖有關 他絕對不是一般性的魚 所以你們中文系的同學 應該就可以體認到一件事情 你們中學的時候也收錄過一首詩 是不是漢代的那個古詩 就叫什麼 什麼為我雙 課從遠方來是不是為我雙鯉魚 有沒有 然後就什麼 忽而烹鯉魚中有齒素書有沒有 你們那時候老師怎麼解釋 為什麼他是雙鯉魚 只是那個莊姓的姓霞的造型是不是 就這樣而已 那為什麼莊姓的姓霞要用魚呢 不用別的呢 猴子不可以嗎 不不 那就太搞笑了 我的意思只是說那為什麼要用魚呢 所以經由一些學者 包括惟毅多以及後來大陸有一些學者 他們做那個地下考古的那個藝術研究 從仰韶文化 從半坡什麼什麼的那些 地下考古文物上面的那個文式 他們發現 那些文式就是刻在那個陶平或者是陶碗 外面都有一些文式 他們考察出來 那些文式們呢最多的一種就是魚 第二多或者是反正這兩個互相爭一二名 第二多就是青蛙 就是蛙紋 魚紋跟蛙紋呢 大概是最常見的那個動物的那個文式的造型 那有沒有發現蛙是不是也是來自水域 它是兩棲類 所以這不是太有趣了嗎 所以我就要跟你們談到 他們透過這樣的一個研究 發現魚跟蛙其實呢 又會跟生殖繁衍又連結在一起 所以他們又被奉為是一個 具有創造力的那個一個神的化身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看到這一點 所以魚它本身就有這樣一個生殖功能 那麼忽而烹鯉魚的那個鯉魚裡面 所放的信是不是就是跟是情書嘛 對不對 那這當然已經到了比較晚的漢代 所以那位學者就認為事實上魚的這個造型 跟它的象徵意義是有歷史的變化 早期其實完全就是生殖崇拜的產物 然後後來慢慢就變成是 就從生殖的這個物質層次慢慢上升到 精神層次之後就變成了愛情 變成情侶配偶的象徵 然後越到後來它就又被從愛情當中解放出來 然後又變成是一種幸福的祈求的化身 所以我們不是有一些鯉魚造型的那個吊飾有沒有 那個已經變成是一般那個幸福的化身的意思 好 所以我們補充到這裡 各位就要注意囉 所以這麼一來你會發現蛇啊 或者是那個蛙我們等一下還會看到 基本上都跟大母神的創造力息息相關 而因此在傳統的那個形象思維裡面 產生連結之後的一個結果 好 那這個我們就把那個人面蛇身交代完 可是我還是要另外再補充一個東西 就是為什麼是人面蛇身的蛇 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取義的來源 就是蛇基本上它是多產的一種動物 那麼由於蛇跟人類的生活比較接近 真的喔 幾年前我甚至還在報紙上 地方新聞裡面看到這樣的 小小的記者的一個新聞記載 就是說某某名家他是那種三合院 那三合院是不是平房嘛 平房呢 他們的設計為了要 因為台灣很熱 所以他們就往往那個屋頂跟 屋頂跟天花板之間其實是有空間的 就是讓他散熱 結果往往是那個屋頂每天在天花板下面 進進出出來來去去 可是有一天因為可能要上去 找裡面的一個東西或者是拯救 結果一上去赫然發現裡面有一窩蛇的蛇蛋 然後當然你不要害怕 其實他更怕你 不然他不會躲在那裡 很可憐 好 總而言之 那所以我舉這個例子要告訴你們說 蛇的生態跟人其實是可以親密到這種程度 所以親密們要去觀察到蛇的各式各樣的 這個生態習性是很直接可以就地取材 所以我想他們應該也很容易的 就在蛇上面發現他們的那個生殖力是很高的 你們知道一窩的蛇蛋可以有幾個 可以數十個 好 可以有數十個 那這對古人來講 當然這是一個多產的象徵 而請注意他的多產是不是也跟大母神的功能 又連結在一起 對不對 那當然我以前講到這個例子的時候 就有頑皮的同學會開玩笑的說 老師 那為什麼不人面翻車魚生呢 好 因為翻車魚不是更多產嗎 可是我覺得這個想法非常有趣 那但是回到先民們的經驗當中大概不可能 他們可能不知道翻車魚是怎麼樣子對不對 那也沒有機會去目睹到他們產卵的盛況 因為他的那些眾多的數量 是不是其實恐怕也不是肉眼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想這個有趣 但是可能不符合先民們的一個生活常態 所以總之這個人面蛇身 我們就對於他的蛇身簡單交代到這裡 可是 對不起 我又要再補充一個 好 那就是那麼他為什麼又會 跟女娲造型發生連結 過去曾經有同學就提出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我覺得也有道理 所以來讓大家參考 有沒有發現他跟長的造型非常接近 對不對 是不是都是細細這個長長 那麼這個我覺得蠻有趣的 所以你們也可以一起參考一下 那為什麼跟長的形狀上的接近 又會變成連動式的變成大母神的造型呢 那我們就要回到有神識人名言女娲之常的 這個背後的思維的考察了 好 就是為什麼這個神他要叫女娲之常 其實我剛剛已經有點說溜嘴 就是簡單跟你們講他就是由女娲的常所創造出來的神 也就是說常已經被視為是一個生殖器官的意思 怎麼說呢 簡單表面上好像是說 因為胎兒是來自於腹部 而腹部裡面又有什麼 常 於是胎兒的這個誕生處或來源 就會跟常連結在一起 所以他所創造的神就叫做女娲之常 那麼這樣的思維合不合理呢 我告訴你們 非常合理 因為我找到非常直接的內症 以及非常好的膀症 怎麼說呢 來 我們往下看 我下面整理了幾個要點 這幾個要點剛好就可以把這個道理說清楚 首先第一個 這個腸的位置 是不是就是在腹部嘛 所以有關聯相通 那他的營繞這個填充腹部的位置跟體積 是不是我們古人很早就有可能可以 這個發現到杜破長流這個現象對不對 因為有人就一定有戰爭嘛 有戰爭就有殺戮就有死亡 那麼殺戮最慘烈的杜破長流 這幾乎是你很快就可以觀察到的現象 所以腸跟腹的關係這個毫無疑問 所以由此形成腸腹胎兒的一個聯動式推理 好 這是第一個 這是位置上面的一個相關 第二個他的形狀 老實說也是人體當中 各個臟器裡面跟蛇最接近的 那麼蛇的神話意涵呢 當然就透過我們剛剛所提到的各種形象的聯想 而因此也強化了腸的一個生殖象徵 也回應了腸的一個 蛇的一個再生的神話意涵 加上說 腸有什麼功能呢 你們來注意一下 這個旁證是來自於那個醫書 醫書裡面對於人的各種脹氣的功能 他的怎麼保養 早就已經有非常豐富的一個說明跟認識 那我們來看一下醫書裡面怎麼樣做說明 而這個說明的無形當中 也跟胎兒的這個產出過程也異曲同工 來請看一下 他說大腸者是傳導之官 這個導就是導的意思啦 就是他是把那個你消化過的東西 然後引導他讓他可以排出體外的一個管道 那麼尤其是他具有變化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看到古人也發現 腸本身可以把食物消化之後 經過一些變化處理 然後又形成另外一種東西讓他排出體外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 腸本身具有變化出菸的這樣的功能 那小腸是受盛之官 化物出菸 總而言之變跟化 是不斷出現在腸這個脹氣的功能裡面 那變化本身不也是跟那個生殖繁衍有關 而最有趣的是他們所具備的傳導運送 跟變化出物的現象 老實說有沒有注意到跟生殖是完全一樣的 簡單說常在功能上面 他事實上跟女性的這個陰道有關 一樣都是變化出具有傳導運送的作用 這樣你們聽得懂嗎 所以像這些功能上面 或者是形象上面的一個接近的聯想 而產生類比甚至打通唯一 這個都是在形象思維上面 我們可以接受的一個情況 好 所以這麼一來 我們應該要說 所以女蛙之常跟人面蛇身 他恐怕就在形象上面跟功能上面 跟象徵意義上面就有了高度的重疊 好 所以一個作為神的來源 一個作為創造的一個形象 那麼另外我要跟你們提醒一下 那麼常作為生殖器官的一個直接內症 請你們注意紅樓夢裡面 紅樓夢裡面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這樣的一個古老的神話思維 在文明發達之後呢 當然是不被接受了 但是他依然潛伏在民間話語裡面 還活躍著 那個是在第60回 好 來請你們翻到那個第2冊 我請你們 因為這一段你們一定要看原文才精彩 我們全數當中最重要的那位扁平人物要出來了 你們看他的用語什麼的就非常有趣 在929頁好 第60回 那麼這一回是這樣子的 那麼甲環他不是要了一些那個 什麼茉莉蕭還是什麼之類的 薔薇蕭什麼茯苓霜之類的啦 總而言之呢 那因為方官就是沒有把這個正確的東西給他 好 所以你們看一下 他說這個其實是茉莉粉 那麼取代了他本來要的那個薔薇蕭 但是他覺得說沒關係啊 雖然不是他要的 但是也很好也是香噴噴的啊 那你無論如何總比外頭買的買得好 那當然他贈送的對象采雲 也就收了算是接受他的好意 但是趙姨娘就因為自卑感 他就覺得這樣子就是被人家瞧不起 人家拿不是他要的東西來堂塞 然後他就鼓動那一個甲環去鬧 那但是甲環就不願意啊 那因為去鬧就會發生事端嘛 然後就會製造很多的 尤其是他們自己是處於不利地位的人 到時候一定會深受其害嘛 所以甲環就不願意 那但是趙姨娘就指著他罵鼓動他 所以你看有媽媽這樣做事的真的好奇怪 然後有媽媽是叫兒子去做一件其實是失禮 而且其實會引發自己受到傷害的事情 所以他是一個很沒有理性 然後不知輕重 只是一股腦要發洩他內心中那一種過分的自卑 那所以他的行事作為都沒有辦法 讓人家喜愛的原因就在這裡 好啦 總而言之你們來看一下 倒數第二行 929夜倒數第二行 他的用詞真的都蠻粗筆的 我可不可以不要念 好壞心喔 來 你看到倒數第二行 他就說你 好算了 你們自己看 好不好 然後呢 就說就說就說 好 就鼓動他 要他去鬧事 那甲環畢竟還比他有一點理性 請看最後一行 甲環聽了就不免又愧又急 又不敢去 他就只摔手說你這麼會說 那你又不敢去 指使了我去鬧 有沒有 甲環也很知道他媽媽到底在幹什麼 然後所以呢 倘若啊 我就去鬧啦 如果呢 或者是發生了事情 或者人家到學裡去告 然後讓我挨了打 難道你就不心疼嗎 懂嗎 如果我鬧了事 我發生這樣的事情被處罰 你做媽媽的事也心疼 所以他就說你這個媽媽很奇怪嘛 怎麼專做這種視力不倒好的事情 然後呢 這個招招而調縮了我鬧去 鬧出了事來 我挨了打罵 你一般的也低了頭 那你這回子又調縮我和毛丫頭們去鬧 這實在太奇怪了嘛 結果他竟然說了一句話 好 這個就是踩到了他母親的痛腳 他說你不怕三姊姊 你敢去 我就扶你 三姊姊是誰 探村 假探村 你們的人物關係表在不在手邊 看一下 假探村是誰生的 我們的關係表很重要喔 你們要隨時帶著去參照喔 不然就不知道那中間的 微妙的關鍵在哪裡 來 假探村是誰生的 就是趙姨娘 所以探村是術出 那賈桓是他同胞所出的親弟弟 但是這兩個人的性格天差地別 連王熙鳳都覺得這才太奇怪了 無法理解 那一個是天上的鳳凰 一個是在泥地裡面打滾的 不要說 好 總而言之 那所以呢 賈桓就抬出他姊姊出來啊 那時候的探村是已經當家了 有沒有 在治理大官員了 所以他基本上是有權利 去做各種裁量的人 所以呢 到時候你鬧的事 他一定要出來做各種裁斷嘛 那一定是你們沒理嘛 那到時候又等於說惹了一鼻子灰 所以他說你不怕三姐姐 你敢去 我就扶你 指這句話便戳了他娘的肺對不對 因為這個話的意思就隱含著說 你怕你自己的親生女兒 這還得了 做母親的尊嚴 不是蕩然無存嗎 所以就戳了他的肺 於是呢 他就大喊說 我腸子爬出來的 我再怕不成 這屋裡越發有的說了 一面說一面有跑去鬧了過 然後後面一塌糊塗 有沒有 好 你們就自己看 這個人真的是完全不知輕重的 都是在情緒知識底下去做一些 根本上是不可用理性去理解的那種 這個真的是亂事 好 那麼可是就這句話讓我得到了信心 有沒有注意到 趙怡娘用什麼形象化的比喻 來說明他跟探春之間血緣相成的直接關係 我腸子爬出來的 意思就是他就是我親生的 所以腸子在這裡非常明顯是被當做生殖器官 有沒有注意到 好 所以這麼一來呢 我們就發現到原來我們的曹雪芹 透過趙怡娘這個不學又無術 那只懂得運用一些小技巧 小走斷 然後在鑽營謀生的這樣一個小人物身上 然後透過他回應到了神話的思維 好 當然在清代早就已經知道生殖器官 應該是跟子宮什麼什麼有關 他們早就已經非常的有這方面的復刻的知識 但是透過趙怡娘無形當中 他們遙遠的回應了過去神話思維 而看到這個潛伏的民間的遺跡 好 所以我們藉由這個直接的內政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 剛剛所闡述的應該是合理的 所以為什麼那個十個神叫做女娲之長 我們是不是就得到 《紅樓夢》本身的一個直接的證據了 原來對他們而言長就是一個生殖器官 是創造的來源 那麼至於人面蛇身會不會因為 他的這個造型上面的相關 而又更加強他作為女娲造型的一個需要 那這個當然就是由我們後人慢慢去揣摩了 事實是不是如此我們當然不知道 不過如果可以增加認識也合理 我想我們應該就可以接受 好 那麼所以我們剛剛所說明的 就是這個有關女娲的這個人面蛇身的一個造型 那麼第二個要跟各位提醒的 這是我自己也許並不是非常嚴謹的聯想 就是女娲的蛙是不是就唸蛙對不對 好 那各位這個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 就是說女娲的蛙在上古音裡面到底唸什麼 這個當然有那個生育學家做了一些考證 我看到的研究成果是說 女娲的蛙跟這個青蛙的蛙其實並不完全同一 對不起我寫錯了 跟青蛙的蛙並不完全同一 不過他們有生育上面的若干近似處 那所以我就藉由這個很薄弱的生育學的基礎 那麼就在想如果透過剛剛所說的水的這個共同根源 那麼是不是蛇跟蛙作為生殖的象徵 那麼也在功能上面是有相通的地方 所以我這邊有一段話是那個透過考古人類學 那麼所提供的一個神話的一個詮釋 各位參考一下 來 我唸一下 其中由蛇而水 那麼跟蛇相聯繫的水 同樣又跟女神和生殖密切相關 這是一位美國非常有名的那個神話考古文化人類學家 反正很有名叫Jim Bartos 那他已經過世了 他的研究就是指出 他甚至要去重新建構歐洲的歷史發展不同的階段 他一定要說歐洲在進入希臘羅馬之前 其實有一個女神統治的歷史階段 那於是就透過多腦河邊 這個都是在羅馬尼亞東歐那邊 地下考古人物的出土 然後透過種種的考察 他認定在那樣的一個古老的時代 曾經有一個有女神統治的一個母系社會 那是不是如此其實當然會引起爭議 不過我想重點是在於 他在那些文物當中的各種資料裡面 所引申出來的一個母神的詮釋 我們倒是可以作為參考 他說魚跟蛙對於再生象徵的重要意義 那麼來源於他們的水漆環境 所以你們看蛙也同樣有再生的象徵 因為蛙不是有這個變態 三個變態有沒有 從那個蝌蚪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都跟水漆環境有關 他們的棲息地類似於子宮羊膜液體 這就使得再生得以發生 這是一個含水的環境 那麼蛙根殘除在每年春天的定期出現 以及他們的與人類胎兒的極度相似 請你們注意喔 所以蛙女神的這個信仰恐怕可以分析出三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他的水漆環境 因為跟羊水的這個鬱鬱相關 那第二個他們每年在春天出現 他具有一種再生的想像 第三就是他們跟胎兒長得很像 人類的胎兒 你們有沒有發現人類的嬰兒 真的就跟青蛙很像吧 不覺得喔 你們有萬物之靈的那一種驕傲 其實我覺得蠻像的 那不只這樣 不只這樣 Gimbatas在他那一本《活著的女神》 這部書裡面是他死後 由他女兒所整理出來的原著 裡面蒐集了一些圖像 就是那些地下考古文物上面的文式 非常有趣 他發現說在那些具有生殖功能的 那個崇拜處所裡面 所發現的那些文式裡面呢 那個蛙女神的造型 簡直就有如婦女分娩的姿勢一樣 那古代的婦女分娩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他們是怎麼樣的姿勢 去進行分娩行為的 是蹲著的 懂嗎 所以叫嬰兒誕生是不是叫落草 所以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結果他發現那個蛙女神的造型 簡直就是那個婦女分娩的那個姿勢 那就是四肢有沒有 女性要蹲著等等 所以那個圖像真的好像 那所以我想他的推論不是沒有道理的 總之他不只與人類胎兒極度相似 還跟女性分娩的姿勢也很相似 那麼所以他甚至發現 就有如那些把魚 匯在女神身體之內的平化中 那麼魚往往代表女神 似與生命的子宮一樣 真的 剛剛我們提到過囉 文藝多在他的那個魚的那個研究裡面 也提到魚其實就是跟生殖有關 因為他們常常也跟女嬰造型相關 那麼有魚的紋飾常常也就是一種 女嬰崇拜或者是生殖崇拜的體現 那麼這個都是很古老的那個文化的這個產物 所以金巴塔斯就進一步提出 由青蛙 對不起 這是我整理的 由青蛙和女嬰乃至人類 跟人類分娩姿勢的形象近似 這個也就形成了主管生殖與再生的蛙女神崇拜 所以我想既然蛙女神跟誰有關 又這樣一路關聯下去 那一個女蛙的嬰有她的近似 所以我就在這邊列了一項就是說對於女蛙的 這個大母神崇拜除了透過蛇與常 那麼還有另外一個就是透過蛙女神 這個內涵的相通 我們一併可以作為參考 不過我們接下來要談一個 那個是人類文明開始由禮教觀念介入之後 那個神話內涵又產生了什麼樣的變異 而這個也被《紅樓夢》的創作所吸收 所以請各位看那個講義的最後一項就是 亂倫母題的導入 那各位都知道最晚到了漢代 你們知道嗎 女蛙的那個造型開始產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本來女蛙的這個補天或造人等等 是叫做守出玉世 它是一個所謂的孤慈淳坤的一個 這個單一的女性神的這個地位 所以叫孤慈淳坤 這是一個專有名詞 你們可以記一下 慈跟坤都是跟女性有關 所以孤跟淳都是指 女性本身就完全掌控了生育能力 那麼所以創造力就是由她來全力的擔當 但是呢自晚到了漢代 發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就是考古隊也在各地 尤其是河南發生了這樣的現象 當某些神是跟那個仇子 跟仇子也就是跟生育有關的那些神呢 他們所崇拜的那個神奇呢 就往往是這個形象 其實就是伏羲與女蛙的交尾圖 這個你們可能知道 就是伏羲與女蛙交尾 這就是呢在仇子的神廟裡面 你常常會看到的那個祭祀的神的造型 那我畫的不大美妙 所以請你們多多的原諒 你們都知道這個是誰嗎 不太開心的是女生 因為他們是兄妹婚 懂嗎 兄妹婚也是神話裡面很常見的一種主題 要不是兄妹就是姐弟 然後那些故事呢大部分都是啦 都是說啊 洪水來了 然後人類是不是都被滅亡了 只剩下一對兄妹或姐弟 然後呢做弟弟的或做哥哥的總是說 哎呀為了大我要犧牲小我 然後就要求他的妹妹或姐姐 大家就結為夫妻嘛 不然人類就會滅絕 對不對 為了這個人類繁衍的神聖使命 所以呢我們就承擔 不倫的這樣的一個罪欠嘛 那姐姐不願意就跑給他追 後來還是不得不屈就 總而言之他們終於就生下了 無數的人類出來 好 那所以我就故意這樣畫知道嗎 然後呢 女娲跟福西喔 基本上他們就有膠尾 就這樣 好 那你 是膠尾嘛 真的啊 然後呢 那你們都知道嘛 為什麼要膠尾 膠尾其實就是代表什麼象徵意義啊 就是繁殖嘛 對不對 那顯然 顯然 大家要注意 有這樣的圖的出現 是不是表示說人類的文明知識 開始把兩性升職的這個概念 那麼介入到這個神話的內涵 於是女娲的那個升職的那個 全部的權力是不是就被削減 懂嗎 所以她就要讓渡一半出去 所以她的大母神的地位當然就降低 所以換句話說 當這樣的神話出來的時候 女娲就由大母神被降格 成為所謂的配偶神 那表示說她已經喪失掉 她完全主導的能力了 而這當然也是 複系社會開始之後才會產生的變化 那麼同時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福西跟女娲的一個造型 那麼出現了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請各位看第二章的講義 那如果你們沒有拿到第二章的話呢 先看一下這個螢幕 我們把這一小段看完 就是從畫像石 畫像磚 也是地下考古文物的出土 讓我們看到漢代 他們在那個福西女娲的這個神的構想上面 是一個什麼樣的具體狀況 所以你們看漢代十科畫像和磚畫當中 就會常見人面蛇身的女娲福西膠圍圖 而且請各位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女娲不但被削減掉她的創造力 她只剩下不到一半的繁衍的權力 同時請注意在方位上面 她其實也被降格為男尊女卑的 那個比較屈尊於男性之下的女性神 所以福西往往是居左捧日 女娲是居右捧月 各位要注意左是勝於右 那個在方位上面一個是尊一個是卑 同樣他們搭配了一個是日一個是月 而日的陽性原則 當然是凌駕於月的陰性原則 所以女娲再次當然就被降格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在這些畫像石或那個磚畫中的這個交尾圖 往往還會伴隨著解草為善 帳面遮羞的故事 那你們就知道為什麼要解草為善 帳面遮羞 因為羞恥嘛 這是亂倫啦 這是亂倫關係 所以女娲覺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就要遮起自己的面孔 就是無臉見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到了漢代開始 女娲的這個母神的故事發生了變異 而這個變異所產生的亂倫的主題 請各位注意也同樣被紅樓夢所吸收 紅樓夢在普安迪先生 剛剛我們介紹的那位 Princeton的教授的眼光當中 他認為跟金平梅一樣 紅樓夢一開始到最後 都籠罩在亂倫的陰影當中 所以這構成紅樓夢一個很重要的吊詭 跟他要辯證的一個深刻的內涵之一 那就此我們要衍生出一些內涵出來 不過我們只好等下一週再繼續 好 我們今天先上到這裡 得好 得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